咱们开始了 这讲开始讲文艺复兴 安静一下 文艺复兴会有两讲 最主要的原因是 这个时代 比较重要 尤其在古代是 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很 经常提到的概念叫做古典 那我们一直在讲古代 实际上我们现在所接触的 所谓古典实际上既不直接来自于希腊 也不来自于罗马 那通常 古典又和 中世纪的 尤其是歌特的 建筑传统 会被对立起来 那实际上 我们所提到的古典 现在接触到了 事实上是 是经由文艺复兴的 传承 那实际上 古典 就是文艺复兴 它从内容上会有 古希腊罗马的 要素 会有温远 但是 所有我们所知的 西方的 最重要的这个 古代建筑传统 那么来自于文艺复兴 我们分成两讲 上讲 这个上 主要讲文艺复兴的建筑 那么在下 在下里面 我们会 提到 绘画雕塑 但主要还都是与建筑表现相关的 其他的艺术能类的 问题 所以下 下会比较有趣一点 那么 这一讲叫超人时代 所以他 讲的逻辑可能会 跟之前不同 之前会以建筑的 演变以及 历史时间的严格为逻辑 那么文艺复兴这一讲 会以人为逻辑 那么这也是我们 所熟知的所谓 人文主义时代 实际上待会我们会看到 不管在艺术还是在建筑里面 其实 所谓的人本是一个更微妙的 他不是一个立场性质的东西 但他最大的不同是 从这个时代开始 建筑师 终于开始 出现了明星 而且在同一时代涌现出大量的 巨星 这些巨星到现在仍然 很难被超越 所以 那回顾一下 文艺复兴所 他所接临的时代 他真正 从时间上 接续的时代 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戈特建筑时代 大家知道 他不是 戈特时代 这只是建筑史上面的 词条 所以 这个基本上是我们 所能 了解到的 文艺复兴的建筑在出现之前 他们所基于的时代现状 其实是这样 当时我们会看到 他会有多大的差异 那么十字军东征 上讲我们讲到 他早期的东征 最大限度的 扩张了教廷的实力 那么教会开始 获得权力 获得财富 才得以让戈特建筑 大规模的 在那二三百年之间 拔地而起 那是一个前无古人 互无来者的 建造神庙的 时代 那么 晚期的十字军东征 所以 用了那句话 水能 水能在舟 亦能覆舟 晚期的十字军东征 让教廷 难堪重负 就包括他们最早 像上次我们讲的 这个 最早的赎罪劝性质啊 其实就是 号召 贵族去参加 东征以洗刷自己 人生的罪恶 那么 实际上 实际上文艺复兴的开始 它最早并不是一个建筑技术的演变 就像之前我们不断重申的 技术史总是 更缓慢 更理性 更 按部就班的在 在演进啊 那么时代的变迁 我们所知道的 不同时代的变迁 通常 指的是 空史 通常来讲是政治史 军事史 以及经济史 那么 文艺复兴的到来 其实起根上 它是国王和教皇的关系的转变 他们讲到 从军权神兽开始 教会的实力开始扩张 那么在欧洲 没有任何一支军队 能够战胜教皇的军队 那么随着十字军东征 渐渐 失控 教皇的势力没落 那么 文艺复兴的起始 其实来自于 国王的军队 开始又一次战胜了 教皇的军队 那么权力不再 仅由 教会来决定 那么这个导致一个 巨大的变化是什么 因为在 在教权 至高无上的年代 所以出现了 西方建筑史上 最伟大的神庙建筑 而且是一批神庙建筑 也就是哥特建筑 但一旦教皇开始掌权了 大家知道教皇是世俗的王 他并不神圣 或者说他的神圣的方式 与神不同 他是一个 有生命的人 大家知道 上帝是从不享乐的 上帝总是 是告诫我们 少享乐 那世俗的君王 通常 都是享乐的 待会我们会看到 文一复兴 其实 这个时代 在意大利造就了一批 特别会 特别会活着的 君王和贵族 所以当他们掌权的时候 他们会拿钱来盖这个 这是一件很古怪的事 因为你没有办法住在里面 或者说他住得很不舒服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会把目光放在哪 就在之前我们所经历过的 这个之前的前半部 西方古代建筑史里面 最会享乐的甲方是谁啊 是尼路 对了 众所周知的文艺复兴的中心 是在意大利 待会我们会提到意大利的问题 那么 所以理所当然的 建筑师其实尤其是 那个时候的甲方 开始把目光 投向了古罗马的帝王时代 投向了在中世纪之前 那个曾经是世俗的君王掌权 并且在人间享乐的年代 那么我们看到 他的原型其实跟 跟哥特式的教堂 他会完全的不同 他会以一个集中式的空间为中心 他会以金宫为原型 那么我们知道 作为神圣建筑 万神庙实际上 他在很大程度上 其实是续写了 尼路的金宫的 这个中心式的 这个纪念性的 大空间的 这个传统 那么意大利 其实是个废话 谁都知道 文艺复兴的中心在意大利 那么其他的地方都是周边 但事实上并不是 从文艺复兴开始 这个时代的思想 以及艺术 才真正开始 欣欣向人 像我们上一讲讲到过的 从加洛林的文艺复兴开始 实际上 欧洲的这个教会阶层 以及这个经院哲学家 就已经开始整理 西方人类的思想 那么其实在 在哥特建筑时代 也就是经院时期 那么这些思想开始被酝酿 而且达到了一个 思想史上的顶峰 只是对有不公的是 其实这个不公来自于文艺复兴 人文主义的这个大师 把中世纪称作黑暗的年代 但是正是在所谓黑暗的年代里面 出现了思想史的高峰 那么这个高峰 延续到文艺复兴 所以文艺复兴它是接续了一个思想上的巅峰 那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就是在实际上不是文艺复兴啊 是在经院时期出现了人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类团体叫做大学 比如现在我们上的这个东西是在经院时期 也就是十二世纪大概 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之间 渐渐成型的 它原本是什么呢 是原本都是在教会附近 比之前我们讲到了 在中世纪最有学问啊 包括最有权力的人 都是宗教人士 那么他们受良好的教育 而且整个西方的哲学 包括艺术数学各种记忆 实际上都包括音乐啊 就是中世纪的四项记忆 是几何算术音乐和天文 那么这四项记忆都是在教会里面传承的 那一开始就会有教会的学者 开始渐渐的出名啊 那么一旦有了优秀的学者 大家知道好学的学子就会趋之若鹜 所以就会开始有民间的 就是比较松散的这种年轻人的团体 跑到教会附近去租房子住 然后平时就去向这个 这个有学问的牧师啊 甚至主教向他们请教 师从于他们 那么如果大家去读 比如说红与黑啊 就是有很多这个 这个这个西方文学里面 所描述的年轻人发迹啊 就是从一个有天分的 这个少年 然后变成这个学士渊博 然后并且心思缜密的 这个这个成人 都是在在教堂里面身上 都是受这个牧师啊 或者这个 这个这个主教的点播提吧 那么 最早的两个这样的中心 一个是在法国的巴黎圣明院 那么另外一个是 是在意大利的伯罗尼亚 有兴趣同学去读 有一本书啊 叫做大学的起源 就是讲的非常的细 那么渐渐的开始 开始云集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教堂 教会周围的这个 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多 他们就开始自发的组织起来 有点像工业行会 但是在在早期的 其实是以学生行会的形式出现 那么他们会 就是就是 所以最早哈 就是就是他们组织起来 会有一些领袖人物 帮着整个团体 跟当地的村子 比如去去去谈房租啊 对吧 就是因为他们 都是外来人要 开始你不能长期住店 然后就会和本地人 谈谈房价 然后并且他们会就是操持 就是这些年轻学子 去去做一些工作 然后去给他们的导师 一些这个经济上的回报等等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 学生会的前身 大家知道 那包括在现在在西方 其实学院跟专业 仍然还不是同一个概念 大家知道 就是就在在在欧美的 很多大学里面 就是就是不同的学院里面 会开设相同的专业 那其实学院的来源 这个来自于学校 学院的来源 其实就是最早的同乡会 因为从一个地方来的 这个这个学生 他会更容易被组织在一起 所以同乡会 渐渐的就成为了 现在的学院的概念 那专业的概念 其实来自于就最早 这个有学问的这个导师 来自于导师的话 那就这样 其实在在一二百年之间 就这样的大学 当时还不叫做大学 但是就现在大学 还有一个名称叫什么 Campus 对吧 那么它还有什么意义 好像是帐篷一类的 对吧 它其实就都是移动的 那么它都来自于那种 就是比较临时的 求学的这个 这个状况 那么渐渐的开始 当有了规模以后 这事被政府注意了 大家知道政府在过去 是没有 没有诸如像 像高考啊 像中国的科举 其实是非常发达的 这个制度 当然在西方 其实这方面 会落后很多 所以仍然是举闲置 就是它会找 有学问的人 直接去做 也没有考公园的 这回事 那么它会找 有学问的人 去 去从政 那么去哪找呢 一开始都是去教会 对吧 就是有学问的教师 后来当它发现 会有很多年轻的学子 去学习这些技艺的时候 就会开始请这个教会的 这个牧师啊 就是那些导师们 推荐一些 就是在他们门下 比较优秀的弟子 那在推荐的 就是这种方式 开始渐渐的成型呢 然后西方人开始发现 其实全世界的人开始发现 就是你如何证明 一个人精通一门学问 后来发现 当一个人有本事 讲授一门学问的时候 意味着它精通这门学问 讲的时候 我怎么觉得那么爽呢 所以 由此发展出来 一种选拔的制度 就是说 这个 导师会推荐学生 但是学生在 证明他有能力的 这个环节 他要讲一堂课 讲他所精通的这门学问 这个就是现在 我们所知道的答辩 所有的学生要毕业之前 都要答辩 其实答辩原本就是 你讲一门课的 就是 它的前身就是 你要讲一堂课 而且要给这个行业里面的专家 讲这堂课 接受他们的指导 回答他们的疑问 回答他们的问题 对吧 所以现在咱们的 就是学位答辩 基本上还都会找专家 对吧 有指导老师 对吧 有答辩专家 对吧 就是现在是多了写文的 这个 这个环节 所以在 在12世纪到15世纪之间 因为大学的产生 也极大的推动了 这个知识 智慧的传播 那么到文艺复兴 这个达到了一个鼎盛 所以实际上 人文 文艺复兴的人文 从思想史上 并不是一个思想高度的提升 但他其实 文艺复兴最大的 在思想史上贡献 是他把经验时期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 智慧和知识 以非常大的这个 速度和规模 散布在整个这个人群里面 这是为什么 现在我们读思想史 会发现 文艺复兴的 伟大的哲学家 其实并不多 但是在 这个时期出现了 更古未有的 那么多的艺术明星 以及文学家 那么个人魅力的 基本上来自于 知识和智慧的传播 所以他实际上 文艺复兴是一个 应用智慧的年代 而不是一个 创生智慧的年代 那么 也顺理成章的 建筑是一个 应用智慧的学科 所以 他非常值得期待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 再来回顾一下 哥特 原来是不叫哥特的 对吧 叫可思伊州 就是大教堂嘛 神圣无比 他甚至 教堂本身会超过圣经 来去读读余果 但是到了文艺复兴 从彼得拉克开始 文艺复兴的那些明星们 就一直在 坚持不懈地 打压 现在我 除了叫他哥特 我已经不知道该 该称他什么好了 但是当我们回到 那个语境的时候 哥特是一个 充满贬低的 憎恶的 一句骂人话 那么 把 把他之前的这个时代 其实当时是 他们所处的时代 称作哥特 并加以摒弃 所以我们会看到 这个 这个选择 他为什么会这么选择 其实这事 一点都不奇怪 之前我们讲到过 实际上在意大利 很少出现 几乎没有出现 最顶尖的 哥特式的大教堂 对吧 哥特式的建筑 哥特式的建筑 出现在哪 法国 德国 是最云集的 对吧 那么对于 意大利的 这个知识分子来讲 那是北方的蛮族 实际上它不是 它并不是本土的 艺术巅峰 那另一方面 有很多通识里面 会这么讲 就是这种说法 被建筑史 想当然地 沿用得很厉害 它并不是不对 但是 就当我们在 接触任何 或者使用 以及秉持 一个思想之前 其实我们有必要 以专业的角度 对它 先进行思考 有一种说法是 文艺复兴的大师 之所以会痛恨 大教堂 是因为 人文主义的抬头 就是说 这个时候的人 开始并不虔诚 他们不信同上帝 而信 人类自己 我这两讲 都会讲这件事 尤其是之后的那一讲 他们究竟 是不是不虔诚 那么 有很多人认为 这个是 人文时代 对神的时代的叛逆 是在反抗 我们先看看 这有没有可能 而且通常 这会被 和马丁路德 揭露教会的黑暗 大家知道 他实际上 把这个教庭的罪状 钉在大教堂的 这个门口 而且伴随着印刷术的出现 就是很多思想 开始可以铺天盖地的扩张 但是这件事 马丁路德 其实并没有导致 唯一复兴 对宗教艺术 以及宗教建筑的 这个打压 实际上 因为他做的事 就在16世纪 马丁路德开始 在做他的宗教改革工作 的时候 文艺复兴成行 已经有100年了 所以首先 这个是不确的 另外一个是 从公元七世纪 到八世纪以来 大家记得 这是什么时候吗 就开始 蛮族被驱逐了 开始这个 法国 法兰克 开始跟这个 教庭开始 在串谋 郡权神兽的这个时候 实际上 罗马人 就一直是靠 意大利人 其实就是 文艺复兴的 意大利人 就一直靠 教会的实力 才能保证 他们在欧洲的中心地位 所以 他们为什么要反抗教会 所以这一点 在文艺复兴 我现在摘的都是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面的原文 我念吧 这一点在文艺复兴时代 也丝毫没有改变 没有谁比意大利人 更感谢梵蒂冈的权威 甚至是腐败 教庭发行赎罪券 比中央银行印钞票还要容易 而且绝对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这是为什么新教 从来没有在意大利被推行 最终是在英国开花结果了 罗素这么讲 他说罗马的财富不过稍许 只靠由教皇领地得到的税收 因为各地的领主 仍然会向教会进贡 主要是通过一个主张 教皇掌握天国钥匙的神学体系 从全天主教世界 连及现金 所以哪个意大利人 对这体系表示一亿 而收到失效 就难保不引起意大利的贫困化 使它丧失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 待会我们会看到 意大利的艺术 得自于那些享乐的贵族 那么如果那些贵族失去了这个 所以说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大师 反对教会 反抗宗教 提倡所谓人权中心 想当然 那么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 这个我特别希望讲 我也特别希望讲清楚 在文艺复兴之前 所有的时代 从埃及 巴比伦 到麦西尼 大家知道 阿加门农 那么到希腊 古罗马 到拜占庭 包括到后面 加洛林王朝 基本上一个时代的 这个艺术都伴随着一个 强大的政权的出现 那个时候可以按照我们 现在教科书上讲的 就是 经济 政治 文化 军事 全面兴盛 几乎之前所有的时代 都是这样的 所以 还有一种想当然的认为 在唯一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它的经济 政治 文化 军事 都极其强盛 就像古罗马帝国一样 其实不是这样的 它基本上只有 只有文化是强盛的 当然在经济上 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是我们要记住 它是资本主义的萌芽 大家知道萌芽是什么 萌芽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东西 它并不是一个 有足够力量的东西 那在这我们看到 这个论述 在意大利耍的强权政治 复杂的难以置信 但是当提到战争的时候 战争连绵不断 但是在1494年 法兰西人到来之前 打的仗几乎都不流血 他说那时候 意大利的寡头政权 不管是佛罗里萨 还是罗马的 像美第七这些家族 基本上 他们的这个政治斗争 所引发的这个 所谓战争 就跟现在流氓 打群架是差不多的 而且用的兵都是雇佣饼 就是基本上 谁给钱帮谁打 所以互相之间也都认得 所以当法兰西人到来之前 国家简直是毫无防护 法兰西军队在交战中 真的杀人 吓坏了意大利人 随后 法兰西人与西班牙人的 历次战争 都是一本正经的战争 包括后面 我们还讲到 神圣罗马帝国 也就是德国 打进意大利的时候 导致了 导致了一场 长达十年的浩劫 待会我们再讲到 讲圣彼得大教堂 会讲到这件事 所以在这个时候 唯一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它的政治军事 甚至经济 都是不够强盛的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 文化的强盛 不必经由政治军事的强盛 所以 但是 我如此喜爱 意大利文艺复兴那些 艺术大师 但是我也如此喜爱罗素 但是 作为思想家 罗素特别痛 特别鄙视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为主义者 他讲到除开毁坏 古代抄本这件事情而外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不经常犯的罪过 我想不出一件 但是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 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 对他本土的 本民族的文化的传承 非常的珍视 远远强于他们对财富 对权力的珍视 在道德范围以外 文艺复兴有伟大的功绩 在建筑 绘画和诗歌方面 他一向保持着好名声 文艺复兴运动出现了 莱奥纳都 就是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 马基亚斯利 是文艺复兴时期 凤毛麟角的哲学家 或者说是政治家之一 这样伟大的文物 所以当我们了解他 这些背景以后 重新审视他的人文 我们看到他 他如此之残弱 那时候意大利 但是在文化上 他的优势地位 是之前任何时代 任何地域和民族 也没有实现的 你之前讲到 不管是古希腊 还是古罗马 包括中世纪 实际上都不是 是某一个民族的强盛 是整个欧洲的强盛 那么在文艺复兴时期 真的只是意大利 这个民族 这个地域本身的强盛 在文化上 他强盛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人啊 这个帅哥 德国人 叫做丢勒 是文艺复兴的 德国文艺复兴的 第一大师 当时他跑到意大利去朝圣 希望见到意大利的 那些文艺复兴的巨星 但他只见到了一位 叫做帕西奥里 就是可能多数同学没听过 是皮埃罗·格拉夫兰切斯卡的学生 就是是数学家 几个学家 也是哲学家 包括艺术家 就是基本都是全才 那么他也算顶尖 但是他的名气 我们也知道 帕西奥里最大的功绩 实际上是发明了富士记账法 革新了人类的 这个叫什么 叫财务史吧 还是会计史啊 那他实际上只见到了帕西奥里 而且在学习的过程中 遭到了极大的鄙视 所以他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一个德国的顶尖的艺术家 那时候德国 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神圣罗马帝国 在军事和经济上 如此强盛 但是他的顶尖艺术家来这朝乘的时候 极其谦卑 而且当时意大利的大师认为 丢勒根本就没有学到文艺复兴的核心 只是学到了一些皮毛 甚至误入歧途了 但是丢勒在 从意大利回到德国以后 用一己之力 把德国度进了文艺复兴的殿堂 是有了丢勒 才有了德国的文艺复兴 所以我们看到 在文艺复兴之前 以及之后 也不再有一个民族 在文化上 西方 西方也不再有一个民族 在文化上达到如此强盛 这是丢勒 他学习的其中一项技艺 就是组合学 他知道旋转体 大家看到 其实丢勒 就帕西奥里指出丢勒 学错了一件事 他结这个圆锥体 得到各种不同的这个形 我们知道 在平行 这个斜边的这个斜接面上 能够得到抛物线 那么平行于这个 它的这个这个高 结是可以得到双曲线 就都是这个 这个 下降我们会讲到 这种方式叫做广义的和谐 也就是几格和算术 达成了某些 完全相同的这个原则 那么平结的时候 它是正圆 实际上 它的斜接面 圆锥体的斜接面 应该是正椭圆形 但是丢勒想当然的 看到它一头大来一头小来 就会认为它是软型 他就把这个学问 就带回到德国去了 并且盛传一时 导致了意大利文化界 对德国对法国的 极大的鄙视和不敬 但是 但这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 一件事的真相 就包括你是不是得到了这个真实 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但丢勒仍然是 而且现在提到文艺复兴 它仍然是 即便不限定在德国 它整个文艺复兴出去 除了三节之外 它也是最顶尖的大事之一 但并不因为它 它所犯的错误 所以在任何时候 一个人的造诣取决于你 你所走的路 它不见得是你所到达的地 那我们看到了它的墙上 另外一个来源 除了大学的出现 以及这个思想的传播 是委托人 文艺复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在之前我们知道 在整个中世纪的时候 其实是教会 是最大的委托人 所以会盖教堂 那么都是少数精英 教皇 主教 对吧 教区的负责人 在之前古罗马的时代 是为谁啊 是为君王 对吧 那么在古希腊的时候 是为谁啊 是为诸神 是共和国 为诸神建立的这个神庙 它的委托人都是官方的 但在文艺复兴开始 因为资本主义的萌芽 开始有新兴贵族 以及过去的贵族 也都讨论政治的时候知道 这些寡头政权 其实都是散户 那么开始 普通的 普通的这个公民 开始可以有钱了 因为经济的发展 经济模式的转变 那么贵族的数量开始增大 那这时候开始出现了 建筑史上非常重要的 就是会有一些 以个人为单位的 纪念性建筑的委托人的出现 所以在之前 大家知道 这是教皇利奥四世 这是美迪奇 这是德罗西 两位当时重要的贵族 美迪奇现在太有名了 对吧 他庇护了几乎文艺复兴 所有的艺术大师 所以像这些个人委托人 开始 开始可以下单了 那他也导致 就这个 这个纪念性的建筑 重要的建筑的这个委托 也就是现在用俗话说 项目量开始增大了 就这个才 也才有可能支持 大量的明星 那么这个是 他知道米开朗基罗 在美迪奇家庙里面 做的 做的雕塑 就是 朱利亚诺美迪奇 和劳伦佐美迪奇 是两位 非常重要的传人 所以 这幅游画表现的是 艺术家 簇拥下的美迪奇 这些艺术家里还不包括 达兰奇拉特尔这些人 那么在文艺复兴时代 就因为资本主义萌芽 造就了一些掌权的 名门望谷 就是他们尽管不能像 古罗马皇帝那样 就掌控整个时代 但是 他们除了拥有财富以外 还有也非常重要的 他们有相对放松的生活 因为我们知道 意大利的这个贵族 基本上 政治很小儿科 对吧 军事基本上 轮不到他们说话 实际上 他们操心的 就只有文化而已 所以这个其实 对于像 像美迪奇这种贵族来讲 就是 与其花钱打仗分地 其实他们更乐意 把这些钱花在 供养奇人义士上 所以这个时代的 这个 意大利的贵族 有点像我国 宋代的徽宗 那实际上 包括尼鲁在内 就是实际上 我所知的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 被称作昏君 甚至暴君的这个皇帝 其实 主要是因为他们权力过大 但一旦你只给他们钱 实际上你不让他们杀人的话 这些人特别可爱 就是实际上文艺复兴 完全就实现了这些假设 所以意大利的那些贵族们 是不折不扣的尼鲁的后裔 就是他们缺乏对上帝的热忱 但是他们相信 自己崇拜的艺术大师 能给他们永生 因为我们讲到 尼鲁在被处死以后 当时的元老会是希望 是有一个名号 那个消除运动的 希望在所有地方 抹除尼鲁的名号 但他还是那么出名 是因为他造就了太多的 艺术的奇迹 所以西方世界迎来了 另外一个 又一个 而且是空前绝后的一个 倾全国之力 扶持整个艺术界的时代 那么在这些前提下 出现的 涌现出来的第一位大师 叫做伯罗乃列斯基 那么他是文艺复兴建筑的奠基人 没有他就没有文艺复兴的建筑 那么他主要的功绩如下 首先科学透视法 就是在伯罗乃列斯基之前 只知道近大远小 但不知道大应该大到什么程度 小应该小 小成什么关系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用透视线去求透视的这个方法 是在伯罗乃列斯基的手下 开始系统化的 科林斯注视在文艺复兴开始变得非常的普及 一直到现在 是从伯罗乃列斯基开始的 是他的 是他个人为这个时代做了一个选择 那么劝注视 和这个注基座 是在文艺复兴之前 没有被系统化和要素化的 或者说他的意义和文艺复兴会变得非常的不同 但是我们会着重讲这个 再有一个最重要的作品 是佛伦萨主教堂的穹顶 教堂不是他盖的 穹顶是他做的 文艺复兴时期只有两个伟大的穹顶 一个就是佛伦萨主教堂 另一个是圣彼得大教堂 佛伦萨主教堂的穹顶的建立 标志着文艺复兴建筑史的真正的开始 那么圣彼得大教堂的封顶 标志着文艺复兴的结束 但是特别可惜 也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事 是国公做了这么多事 但是他一个字也没有留下 这位老爹非常讨厌理论家和理论 这个就是佛伦萨列斯基 他被称作文艺复兴的小三杰之一 称他为小 至于圣期的三杰的名号 实在是 但是他们其实应该叫老三杰 实际上他们是文艺复兴早期 奠基时期的三位 那么另外两位 一位是马萨乔 奠基了文艺复兴的绘画 还有一位叫做多纳泰罗 奠基了文艺复兴的雕塑 而且这哥仨关系特别的好 好机友啊 现在讲的 佛伦萨列斯基早年是金将 所以这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建筑史一直到现在的 几乎所有的巨将 好像都不是学院派毕业 基本都是将人出身啊 后面我们会讲到的这个 米开朗基罗是石将出身 这个 帕拉第奥也是石将出身 包括密斯凡德罗也是石将出身 所以按这个逻辑 如果野心比较大的同学 真的 想要试一试做大师 不应该来考大学啊 应该 应该去做做石将 当然在中国应该做木匠 伟大的建筑师都应该是木匠出身 他在成为最顶尖的建筑师之前 就已经成了顶尖的机械师 之前我们讲了 在拜占庭的时候 机械师其实 机械这个词汇跟逻辑就是同一词 而且机械师都是伟大的数学家和哲学家 他在钟表和造船上 都已经有了极高的造诣 而且他曾经在 就是 基本机械的最 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钟表 对吧 所以其实 我们现代的这个所谓管理学 技术管理的初始 就是钟表这个行业的技术管理 所以我们也知道他 有多么强大 所以他在做建筑之前 他在大量的教堂里面 就开始做机械装置 就像 因为都模仿天堂 对吧 我们知道 哥特的时候 是通过这个去物质化 通过细细的柱子和拱类 让人觉得 这个上帝是真的 活龙乃列斯基可以做一套布景 就天使突然就飞出来 然后 一手脸就走 对吧 就是 所有的宗教都是要向人显示神迹 对吧 但在文艺复兴的时候 是靠这些大师的聪明才是 我们知道达芬奇 其实也是机械大师 而且 在 在他做重要的建筑项目之前 他就已经开始在建筑工程里面 使用自己设计的起重机了 这也很重要 你知道大规模的这个建筑 不管是古埃及 还是拜占庭的 就这些工期非常紧的 这个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让现在的工程师都想不通的事 是这么大的工程量 他们怎么搬运的 对吧 就是因为重力的存在 我们总需要克服重力做工 那么 布鲁乃列斯基在建造佛罗尔萨主教堂之前 就已经解决了这个克服重力做工的问题 所以这活非他干也不可 虽然机械跟理论相关 但是这个家伙 真的一个字都不写 他不是不认字 他只是鄙视 那么和他齐名的另外两位 这是多纳 多纳泰罗 讲这老是想起人者神规呢 以及马萨乔 这是马萨乔 这是多纳泰罗 那么 布鲁乃列斯基 他最主要的一个工具 我们前面讲了 科学透视法 其实 是拉了他的好朋友马萨乔一把 马萨乔之所以能奠定 他在文艺普京 绘画界的地位 得自于布鲁乃列斯基 他的好朋友的知识产权 你看到 就在这里面 其实他这个 这其实也是一个三点头饰 他会有一个中间的灭点 两边会有灭点 在这个时候 至于布鲁乃列斯基的 这个理论化的工作 导致文艺复兴的大师 终于可以忠实的在线 一个空间场所 他的空间形态 在视觉上的表达了 我说的有点照 所以之前也能做到 对吧 你知道近大元小 总是能画的比较像 但在文艺复兴时期 终于可以把这事量化 精确化 我下一讲 讲文艺复兴的 这个艺术思辨的时候 会讲到 科学透视法的出现 并不只是让 绘画大师能把空间画的像 而是敦促他们 通过画的有一点不像 而表达出 在一般的人世间的 视觉场景里面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 这是我们下一节讲的 那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当它忠实传达的时候 一幅绘画里面的秩序 开始被史无前例地强调 它也许并不是上帝 而是一个 视觉焦点 里面的地方 而且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开始 很多建筑要素 规则的建筑要素 在绘画里面 大量地出现 它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就是在提示 我们这个透视关系 因为一旦你做了一件事 你一定希望所有人 都能发现这件事 所以在这个时候 绘画从表现这个内容本身 开始渐渐地转变到 通过绘画的方式 对吧 就是画画一共就两件事 一个是画什么 一个是怎么画 当科学透视法出现了以后 绘画开始从画什么 也就是画上帝 一定是这是中心 到怎么画 在这个时候 某些 可能在内容上 并不重要的东西 会成为这个构图 这个绘画意义里面 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经历了大量的研发 这个过程 最早都是看近大原响 在文艺图形式 一开始会蒙一层幕布 然后在这边打平行光 让这个形的影完全投在上面 然后一个人站在一个确定的位置 但是我们现在要记住 科学透视法的前提是 绘画的人一定要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而且一旦当你画面里面的空间被完全磨写出来的时候 看画人的这个位置也被毛固下来 你是不可能改变的 即便你改变了看画的位置 但是你所获得的空间仍然会把你拉回到原本画画人的这个 所设定的基调里面 这个也非常重要 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没有显现出来 当我最后一讲讲纷争时代 讲巴洛克艺术的时候 尤其是从巴洛克艺术到洛可可 在转变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它会描摹这些 然后推敲它跟物体跟人眼 以及距离高度各方面的关系 或者是科学透视法 在这里其实是另外一本书 给大家组集一个通过透视法可以做精确的 一旦你的透视能精确的时候 所有的事都可以变得精确了 就是大家很多时候实测会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很高的地方你测不到对吧 即便有激光测距仪 但是因为这个一旦屋顶是受根的 其实你可能因为有角度的关系 你测不到它真实的树枝高度对吧 通常我们会派一个身手好的同学 冒手上去把尺子垂下来 但是仍然你不一定测得准 但其实这事非常容易解决 只要你懂一点古典知识 其实我不是有一笔是现在技术 你找一个人 就比起数值高度来 因为你要克服重力做工 建筑师面对的永远是这个问题 是重力的问题 其实水平向的距离是更容易测准的 那在这个时候 其实你确定一个水平的距离以后 你找一个同学躺下 在他不远处 找一眼中好同学躺下 然后你立一杆尺子 但这个尺子要高一点 在这个前面 务必保持这个尺数值 这个时候你能得到 这位同学的眼睛到这个的距离 对吧 然后另一方面你就让他在那读数 你可以有一个游标 或者一个同学的手指在那移动 他说往上一段往下一段 直到这个顶高和这个重合的时候 就是重合的时候 你读这个高度的数 接下来的事你们会干吗 大家都学过 相似型对吧 这事就可以做了 对吧 这是一个额外的福利 理论永远是联系实际的 这件事其实并没有被封策 所以在波罗奈列斯基以后 文艺复兴的艺术史的变革 变得非常的重要 比如在这儿 我们知道这个最后的晚餐 非常的著名 但是你们知道哪个是上帝吧 中间这是上帝对吧 为什么他是上帝啊 对吧 当然就是最早我不懂 这些会画原理的时候 我最奇怪的事是 一桌人吃饭 为什么要坐在一边对吧 够菜很麻烦 但是你一旦开始懂一点原理以后 你开始注意一些其他的事 你会发现 它两边其实并不是窗子 但它会有挂毯 挂得非常的整齐 而且你会发现 它会非常不厌其烦的 把这个天花给发清楚 这些都是干嘛用的 提示空间透视的灭点 对吧 灭点在任何空间里面 都是唯一的 那这个时候灭点在这儿 然后这时候 为什么它会有弦青的窗 对吧 弦青窗 我们知道 它是在纪念古罗马的 这个拱圈 对吧 但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 它会勾画出一个原心 这个原心跟这个灭点 是重合的 都是在上帝的额头的位置 所以在这里面 即便他们的额头一样大 还有一个站起来 对吧 还有的拿着钱袋 但他们都不是上帝 他是有大 那么在中国这件事 非常容易解决 中国画会怎么样 会让重要的人 画大一点 对吧 不重要的人画小一点 中国人永远不纠结 他这个对吧 为什么是巨人和矮人 都知道不是这样 但无中人特别矫情 他一定要画得像 但一旦画像了以后 倒成了肉身 对吧 你就得识别这个肉身 所以在唯一复兴时期 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一旦有了灭点 也就有了上帝 所以即便他不是上帝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这么多人 对吧 乱七八糟的 当然他们都朝一个方向讨论 也是一个比较怪的事 但在这儿 其实我们开始注意什么呀 我们注意 拉斐尔在画了一层一层的 拱门洞 对吧 按理说有拱门洞的地方 这儿还有一层对吧 两层三层四层 这究竟在干嘛 那照理说 这应该是一个大教堂 应该在室内 你能看见天对吧 在这儿居然还有一层拱 这事太奇怪了 然后他画地端 对吧 也就是方格的地端 他为了什么 他也是为了把这个中心 只向一个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所构成的西方文化的绝对人员 所以在这里面 他们哥俩 不是哥俩 师徒啊 他们师徒两个仍然 不是这里面各分作战的 对吧 也不是裸奔的 对吧 就是 但他们成为了整个构图的中心 所以灭点在文艺复兴的这个 这个绘画 包括空间里面 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那么 之前是 我们知道他改变了绘画史啊 对吧 所以以至于在讨论绘画的时候 甚至我们讨论马萨乔更少 讨论柏罗乃列斯基更多 那么 我们回到建筑吧 在柏罗乃列斯基之前 是没有文艺复兴建筑的 没有人知道 文艺复兴建筑该是什么样 所以出现了一件特别爽的事啊 就是说 柏罗乃列斯基把房子盖成什么样 文艺复兴的建筑大概就是什么样 但是其实 并没有人钦定对吧 军权可以神兽 但是 艺术史以及技术史的这个创始人是没有神兽的 那么 他刚才刚才的这事儿 以及这个劝注释 是最重要的 古罗马建筑的面孔 非常的粗壮 对吧 就实际上他 他有巨大的差别 这个差别导致了什么呢 柏罗乃列斯基从古希腊的三种注释里面选择了 柯林斯注释 为什么 道理简单的有点 有点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事儿 是因为柯林斯注释最细 大家知道 多黎克是一比六到一比七之间 对吧 艾尔尼是一比八 柯林斯注释是一比九的 它最细长 也就意味着 它是介于古希腊建筑要素和哥特 作为它的这个建筑现状之间 最接近的一座桥梁 那我们会发现 它并没有 它并没有创生任何东西 它只是做了一个选择 那从古希腊时代 我们就开始讲 人化基于选择 而不基于发明创造 不基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创新 而创新通常来讲不是一个动作 是一个结果 而从柏林斯注释开始 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新结果是 在古希腊的三种注释里 原本最不被重视的柯林斯注释 开始成为古典主义时期 后面古典主义 以及新古典主义时期 最重要的注释里 我们看到 实际上原本它是用在墓地最多的 我们讲到 它原本的渊源都来自于墓地 所以用在纪念碑上比较多 而且它不像 波利克和艾奥尼 是直接应对了一套装饰体系的 它用谁都可以 而且任何注释搭配它都可以 所以它原本其实没有级别形式的 恰恰因为它在 之前所有的各种注释里面 所以它尽管是意大利人 并没有选择塔斯卡纳 托斯卡纳 其实我们知道 这才是罗马人自己创生的 但是它最粗壮 那么这个是组合注释 实际上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有 它是被一位 今天和明天我都不讲 但是到巴洛克时期 我会讲的一位大师叫做赛利奥提出来的 叫做组合注释 组合注释是文艺复兴时期独有的注释 之前讲了 就是古希腊的时候 有了三种注释 古罗马 当它接过权杖的时候 注释就像权杖或者是王冠 到古罗马 它开始奠定它的建筑核心地位的时候 创生了塔斯坦注释 那么文艺复兴接过的权杖 是第五种注释 也就是组合注释 它的比例是一比十的 所以我们仍然能看到 文艺复兴的大师 他创生了一种注释 仍然在解决 波罗乃列斯基在一开始 接手文艺复兴建筑的时候 就试图解决的那个问题 也就是尽可能地 让柱子细长 后面我们会看到 在世俗建筑里面 细长的柱子如此重要 所以 事实上 波罗乃列斯基的这个 在建筑上面达到统治性的 宗师地位 其实远远没有 它在绘画上来得早 但是它其实在绘画上 最主要影响的东西 是文艺复兴早期绘画里的建筑样貌 就当时 就是他们哥俩 就是波罗乃列斯基和马萨乔 有一个谋生的这个重要的手段 就是给 早期文艺复兴的画家 他主要的话 比如说像 像 像李皮 安吉利科这些 绘画大师 他们都会画各种宗教画 从来不叛教 我们知道 画天使暴喜 而且在文艺复兴早期 天使暴喜 这用母题是最多的 但是那些大师基本上 画人物画情节 画得差不多了以后 并不是所有的画家 我们知道 在古典主义时代 以前所有的时代 都是最伟大的画家 会被送去学建筑 所以建筑师一定是伟大的画家 但伟大的画家 不见得是伟大建筑师 所以有很多画家 其实画建筑师 画不了那么地道 当时波罗乃列斯基和马萨乔 两个人 承接了大量的订单 就是帮其他的画家 画他们背景的建筑 因为他们懂建筑 但是因为 一旦他来画建筑的时候 他一定画成 他认为正确的样子 所以在波罗乃列斯基 他盖的房子 统治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建筑以前 他的建筑已经统治了 文艺复兴的绘画 所有的配景 基本上都是 我们看最主要注射都是 柯林斯式的 对吧 在劝重式里面 我们看稍微矮一点的 而且通常 艾奥尼注式会用在B注 为什么 因为B注是嵌进去 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的 所以它会显得不那么粗 我们发现所有的选择 都来自于这个 一旦你要整个注的时候 它会用柯林斯式的注射 而且它仍然会显这个注的粗 所以它会把它变成方B注 会让它浅 而且纵向的这个 你都能看到它在干嘛 当然在这里面 柱子开始 一旦灭点变得重要以后 我们会发现 天使报喜里面主要的 就是这几个人物 圣公马利亚不在灭点 天使也不在灭点 他在这里虽然画了上帝 他为什么 党敢 文艺复兴的大师 为什么党敢把上帝 画在一个偏僻的角落 因为这个上帝只是印证上帝的存在 真是上帝在这 因为有了灭点 绘画里就终于有了上帝 但上帝不方便被你看见 所以我们看到 他在远处会有一个神雕 他会有一个柱子 把这个上帝给挡住 神秘 莫测 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 这是佛伦萨主要堂的这个 这个模型 那这个立面是他主持设计的 我们能看到 里面大量的应用 克里斯式的注释 是一个在之前任何时代 也没有作为主注释应用的 对吧 要么是多黎克式 要么是埃尔尼式的 这到了文艺复兴 终于再没有 他是什么试人 而是只是采用了 克林斯注释 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 如果他真的用了多黎克 一样的这个柱子 基本上这里面 都没法要了 这个是我们教科书里面 也会有的 提到文艺复兴早期 最重要的这个建筑 除了佛罗伦萨主教堂 就是伯罗乃利斯基 做的这个 叫做英帝秦诺医院 还是英诺秦帝医院 我老是叫不明白这个 但是没关系 我念书的时候 始终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医院会这么有名 它有什么了不起 它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当你开始了解 一旦你开始了解 佛罗伦萨利斯基 为什么选择了 柯林斯注释 你会开始会注意 另外一个东西 在这儿 你选择柯林斯的注释 在之后你会看到 有一些理论著作里面 包括历史教科书里面 会提到 英诺秦帝医院的这个住廊 其实这个医院一点也不重要 就是它内部的空间 它的外形 没有人讨论 讨论的都是它这个住廊 它这住廊究竟 优越在哪 它如此之先气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些 只是因为它选择 克林斯注释吗 但是选择克林斯注释的 它的比例关系 大致也是这样的 它为什么会这么些 这我们突然发现 它其实做了一个重要的改装 之前我们讲 券注释什么 中间一拱券对吧 两边竖两根柱子 但是在这儿我们发现 它把拱券 直接架在了柱头上 这样好处是什么 在相应的层高里面 你的柱子只需要达到 它的三分之二高左右 那唯一复兴的大师 是要坚定不移的 完全地沿用 古希腊时期 所定型下来的柱式的比例 所以你不能单方面地 把柱子改细 当你柱子不需要那么高的时候 它的复兴 当然它的高细比就变大了 对吧 或者说它的细高比就变小了 那这个时候 它的柱子会显得非常的细 所以在伯罗乃列斯基以前 在人类的建筑史上 我们所知道的建筑 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如此纤细的柱廊 而这个柱廊 又不是用哥特式的附柱 所催动出来的 在视觉上看起来纤细的 这个树柱和这个 纤细的拱类的这个体系 而完全来自于 纯古希腊 古罗马的这个建筑要素的 这个组合 所以当回顾这个时候 在此刻我们还仍然不能想象 如何把古希腊的 或者古罗马的 建筑 用原原本本地地道道的要素 把它做得清零 但是在 伯罗乃列斯基的时代 一步到位的 它就清零了 而且在之后 我们再看后面 唯一复兴的建筑 几乎也没有出现 超越这个 清零程度的柱廊 所以 它的工作在后世变得非常的重要 阿尔伯蒂 就比 波罗乃列斯基小很多 就是后面我们会讲到 圆迁一面 阿尔伯蒂 如果它死不瞑目的话 就是因为 它有生之年没有见到 波罗乃列斯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劝州是开始大量的开始使用 一旦柱子要等于层高的时候 它通常来讲都会有克林斯的柱石 那么 当它希望柱子变得纤细的时候 它会用券柱石 就是把这个拱券搭在这个柱上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在这里面 其实柱头变得不那么重要 这个比例会非常的重要 以及龚脚落下来的印象 所以事实上这是一个 巧妙的选择 或者说是改装 那我们也可以叫它是革新 但这个革新其实仍然来自于 它执着的希望让自己 用古希腊罗马建筑要素 盖出来的坊子 和当时的哥特式的建筑协调 所以它一方面痛恨哥特式的要素 但另一方面 它又如此向往希腊罗马的建筑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个 介于哥特和罗马之间的建筑出现 这个东西被称作文艺复兴 所以波罗乃列斯基并没有发明文艺复兴 它只是提出了文艺复兴建筑师 应该解决的问题 并且卓有成效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你们看到这个结构你们认得吧 十字拱对吧 非常的哥特 所以这根本不是一个技术变迁导致的 让我们可以看到 文艺复兴大师其实真的在技术上 真的就是波罗乃列斯基和米开朗基罗 其他的伟大的大师 基本做的都不是技术和新型工作 都是技术选择 以及应用的工作 对吧 实际上 还认为这个吧 劝诸式 开始这种把拱旋直接放在柱头上的这个劝诸式 开始大规模的导致文艺复兴的建筑 可以以清灵 接近哥特式的清灵开始 并且在从高表大的时候 这事 这事看着其实一点也不稀奇 还记得吗 其实它完全是一个古希腊神庙室内的做法 室内是为了干嘛 为了你要放神像 你必须要让柱子细一点 对吧 所以包括在各种绘画里我们看到 当发现这个拱旋可以直接落在柱子上的时候 柱子可以摔了 它真然不会显得那么粗 但一旦 它要让它整个层高的时候 它又是克林斯的 所以在这我们可以比较专业的开始 解读一些绘画里面建筑要素 一旦你睁开一只眼以后 有些事会变得格外有趣 但你也会变得格外的不解风情 所以基本上 绘画里面主要要表达的故事情节 你就开始注意不到 这一点是天使暴体 我们看到他究竟要接近的是谁 尽管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大师们 在口径上 在理论上 极端的贬低哥特式的建筑 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哥特建筑带给他们什么 对吧 就是 这是安吉列科的天使暴体 各种版本的天使暴体 这个 这之前没有 对吧 他画的是谁的建筑 波罗乃列斯基的建筑 对吧 也说不好 这个就是波罗乃列斯基画的 所以他的建筑开始出现在 所有贵族家里挂的画上 全都是 印度勤迪医院式的 这个柱廊 对吧 丝毫都不走样 对吧 这就是早期的唯一复兴 这里居然还有对话 早清漫画的 米开罗佐 这个也是文艺复兴开山的大师之一 它设计文艺复兴的第一座府邸 第一座著名的私宅建筑 是美迪奇 美迪奇他们家的美迪奇府邸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 它用的就是图兰奈列斯基的 这个方式 以让这个内浪变得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是另外一个 这个世俗建筑和纪念性建筑的 差别 对吧 纪念性建筑你可以像帕迪农那样 住的全都 因为我看的就是住的 对吧 但是世俗的这个建筑 通常你用的是空间 现在我们住房子也是 很少会有人 你买一套户型看房子的时候 跟卖楼的人说 你这住的能不能粗一点 比较气派 你说现在地价多少钱一平 对吧 你恨不得一根住的都没有 对吧 有堵承重墙 你还要问 这个能不能打 对吧 所以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在各种各样的建筑里面 我们会发现 这种柱廊是不折不扣的文艺复兴式的柱廊 它可以被冠名叫做 火罗奶列斯基制造 尽管它来自于不同的大石 那么我们知道 劝柱式的一个巧妙的应用 是把拱圈直接放在柱头上 可以让这整个柱廊 可以让柱子变细 那么当我没有条件放拱圈的时候 怎么办 这我们看到其实赛利奥的 五珠式图接里已经告诉我们了 一个是你把上面 对吧 反正就是这根柱式本身 你是铁钉不能动的 一旦动了 你就失去了古希腊建筑的 整个古希腊艺术的传承 那中间这不能动怎么办 火罗奶列斯一个办法是加上 还有一办法是加下边 那么发现这个柱子下面 开始出现了基座 也没有人说过基座应该是 是什么比例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终于 柱子可以变细了 这个是古希腊列斯基对文艺复兴建筑做的第一项贡献 而这个贡献后面我们会看到 自始至终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 乃至于我们今天我们所建造的古典建筑的要素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它的奠基 那么接下来讲一讲它另外一个重要的功绩 也是它真正的就是巨匠一定是有巨座的 是福伦萨主教堂的这个穹顶 它主要干的是这个穹顶 因为这个教堂在策划的时候 它还没生出来 其实我们看到 这是什么年代 哥特盛期的时候 甚至还是早期 当时福伦萨 实际上就因为福伦萨地区和东方的贸易 其实就已经它从经济上就已经超过了罗马 所以对吧 一旦有了钱 它就会希望 人类应该这样 一旦有了钱就希望做伟大的建筑 那么他们就希望做一座大教堂 能够超过一切中世纪的大教堂 当然我们知道它没有做到 是因为中世纪都过去了 它没盖起来 然后花了六年的时间 第一看比奥 做了一个方案 做的原本是这样 你知道其实它 你可以说的是一个典型的拉丁十字 那个时候的传承 但是略有不同的是什么呢 这个中厅非常的大 你知道哥特式的这个中厅 它其实 它的那个拱顶 其实就是一塔尖的 是一个尖塔 但是因为意大利人想干这事 他一定希望什么 一定希望这事长得像万神庙 因为万神庙 是代表罗马人最高的这个建筑成就 所以他希望在这上盖一大情景 然后后来这个方案 就不断的修改 所以他其实这一臂前廊 是能做出来的 因为他基于最简单的 哥特式的技术 对吧 你只要有十字拱 做就可以了 然后修到这的时候 修不下去了 这事就搁着 搁了五十年 到塔伦地诺版的这个方案呢 就是那个时候 佛伦萨更有钱了 就开始把这个 整个的这个后电就加大 加大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中厅啊 就变得更大个 所以就是甲康很多时候 都是这样的 对吧 就是就是就是他在提设险的时候 一定是 我希望这个东西更古为偶 是一个最伟大的东西 然后 这个修 修其他这种都修了 就是四周的这个墙也都修起来以后 这也能封顶 到这 这是一个 四十 四十二米到四十三米之间啊 不同的这个这个数据不太一样 我们发现这个数据你们熟吗 就是万神庙的这个 穹顶的直径啊 对吧 他就希望能能赶超万神庙 应该是做的时候比他大一点 但是呢 从万神庙到那个时候以来 我们知道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 已经够贯了对吧 三十米 已经已经有有上千年 没有人类知道该怎么做一个四十多米的穹顶了 所以这个 这就烂尾了 这个 一直没有盖 这个穹顶 不盖穹顶这是什么呀 这是个院子 对吧 但是如果给中国人就知道这事该怎么干了 但是西方人始终这算一烂尾楼 一直没用 这个工程耗了耗了六十年啊 到1410年的时候 当地政府终于决定 不能再这样无所作为了 他们又弄了一笔钱 在上面加了这套翻拱啊 其实翻拱 是这个结构形式 其实加了一鼓座 就是以前就是盖到这个高度 一直搁着 终于他们讲 我们总得干点什么 对吧 就在上面又盖了一个鼓座 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一个后墙上 要加七一堵墙的时候 这个墙要比那后墙要薄对吧 他加七了一圈这鼓座 这鼓座非常的薄 他加完 他加这个以前都不知道该怎么干对吧 加完这个以后更没有人知道 这个穹顶该怎么办 于是就又割了十年 终于 就是当福伦萨已经对这个福伦萨人 已经几代人对吧 几代纳税人 看着这烂尾楼 已经对这个项目绝望了 他们不知道 他们 等了 等了一百多年 究竟在等谁 到1420年 福伦萨人终于明白了 他们等的那个人叫做 伯罗奈列斯基 他来了说 我可以试试看能不能盖这个东西 但是他接下这个项目 其实最根本不是因为 他会 其实这个时候 他真正接下这个项目的时候 他太不知道这个清景该怎么干 项目交在他头上是因为什么呀 他会设计启动机 其他的建筑师都不知道怎么把料给运上去 起码他知道怎么把料运上去 所以他就接下这个活 但接下来 他就开始 学习 所以 我一直觉得咱们就是 就是建筑专业啊 就是 从大一开始做什么儿童活动小屋啊 建筑工作室 做住宅 做学校啊 以类型 以建筑的功能类型来学建筑 其实是一件有问题的事 其实我们应该学的是一个设计的方法 而不是某类建筑 就像伯罗奈列斯基一样 他做了一件 上千年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 但是他 其实 他活非常快啊 16年的时间 他几乎就把这个完工了 这个特征是什么呢 就盖成这样啊 有八条主类 就是这个白的 每条主类中间还有三条负类 也就是一共 就是八个开尖对吧 会有24条次类 次类的位置跟排水口一样的对吧 要保证这个材料的这个干燥 这个穹顶跟万神庙不一样 万神庙大家知道是一个球体对吧 它是一个椭球形 换句话说 待会我们再讲 它某种意义上说 其实是一个坚果 用现在的结构理论来讲 它的屎高比较大 那么它有三道菇 底下是一道铁链 中间有一道八边形的木菇 其实是一个走廊 我们叫做菇 其实不是一个像皮筋一样的东西 在建筑师手里 它就是一条篮子 当时举重若轻叫它菇 那么以及上面八边形的 一个这个环 上面压了一个采光亭 这个整个穹顶的这个壁面 是在起脚的地方 最后到上面越来越薄的 这些描述 咱们好多听过 八条主类来自于哪呢 我们知道 哥特式的教堂 其实从中世纪开始 罗马上建筑开始 一直到哥特建筑的传承 所有的结构体系的精华在于哪 在于肩拱对吧 所以由拱类所建立起来的 十字拱的结构体系 所以 布隆乃琳斯懂这事 一点也不奇怪对吧 这是他当时的技术前提 所以不像很多人文大师一样 就是对哥特建筑赤之以异 布隆乃琳斯一直在向 哥特建筑觉醒 所以他的主类和次类 基本上就来自于 哥特建筑本身所带来的 以及妥球形 其实说白了是什么 就是一个肩拱对吧 中世纪的建筑家就已经 明白这件事 就是我们增加一个拱的始高 是可以减小侧推力的 而之前我们知道 他接手之前 那个甲方干了一件傻事对吧 建立一封古座更薄了 也就意味着 这个拱顶 它需要更小的侧推力 所以这个 布隆乃琳斯教堂的 这个妥球形的拱顶 选择妥球本身并不是一个美学选择 我们有理由相信 布隆乃琳斯基是希望做一个半球形的 但是他的侧推力太大 所以在这里面 仍然是一个哥特式的建筑选择 那接下来 面对一件事是什么呀 他知道这个结构该怎么成立 也知道该怎么把料运上去 但接下来一件事是 当这个拱顶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这个结构该怎么待住呢 这事才最可怕对吧 因为它在拱心石被放上去的那一刻 它是一个42米到43米之间的拱顶 但是在拱心石在放上去之前 我们知道它是什么呀 它是一个20多米的悬条 现在 现在拱结构 你们知道20多米的悬条意味着什么 一般来讲我们在4米到6米 有个10米的悬条已经很吓人了 所以在这个拱顶在他本身成立之前 这事应该怎么干 作为一个罗马人的后裔 他当然知道去哪儿去 万神庙对吧 万神庙是怎么盖起来的 他一定就能知道 于是呢 他就和他另外一个好朋友 多纳特·泰罗一块跑到罗马去看万神庙 多纳特·泰罗就去看雕塑 他就整天待在这个房子里面 看着这个穷鸣 他终于明白 这一圈一圈的东西 救了他 这个是哥特建筑里没有的 对吧 哥特建筑 四条到六条拱类 基本就完成了这件事 因为他跨度没有这么大 他发现这一圈一圈的 现在我们知道叫圈梁 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东西 一旦有了这个 这个项目可以起动 那么他在万神庙里 还学会了另外一件事什么呀 但我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到这件事的 万神庙的穷顶 从落脚的地方 起脚的地方 到最后收顶的地方 是越来越薄的 以减轻结构的自重 这件事也非常的重要 他不仅对减轻结构自身的贺载 有作用 他仍然是对 消减在过程中 当他作为悬条时候的 这个结构负贺 意义深正 采光亭 采光亭这事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知道 作为拱顶来讲 以增加他拱心石的贺载 是可以提高他拱本身的强助的 那么在这 我们发现他凑齐了 作为福伦萨主教堂 这个请点所有的东西 他做了什么革新没有 他仍然做了一系列的选择 创新的部分 被称作创新的部分 所以他对这些选择 巧妙的搭配和应用 那么接下来 这东西就被盖起来 然后在周围 我们可以看到 是几个半圆形的这个 这个拱 这东西来自哪 外战型的核心石对吧 因为哥特式的用非伏壁 仍然解决的是 普通的十字弓所带来的侧推力 但是一个巨大的群领 该如何抵抗他的侧推力 要不然你的墙够厚 但是他比万神庙倒霉的地方 是他 他接手项目之前 这个烂尾的工程 墙已经被建得很薄了 但是有一个地方是 起脚的地方用了三弓 但是仍然成立的 就是 盛索给亚大脚脚 所以我们可以看他如此之像 这个 这是我们看到 祭父陀的底层 是那个铁链 在中间被称作木工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 是廊道 然后这是八条竹拱 竹拱类 以及每条竹拱之间会有四类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墙体 是从放脚到收紧的地方 越来越薄的 而且为了减轻自重 你发现 它其实是双重表皮 对吧 它不是一个实心的 是一个空心的 这样也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 它结构的刚度 在这个同时 又可以削减它的自重 那么从里面看 就是这样 所以事实上 我经常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会私底下挖扣甲方 但是 还是 我的老师 董老师 对我的第一个教会 就是别抱怜 通常来讲 当甲方提出的要求 你不能解决的时候 一方面 可能意味着甲方的要求 不近人情 另一方面 也同时影射了 作为一个建筑师 你的 不是你的 是我的 是我的能力 如此地下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具有卓越能力的建筑师 他其实只有拿到 不近人情的认输的时候 他才真的有机会 所谓实现超越 当完成了一个 不近人情的设计要求的时候 伟大的建筑 由此登上 因为这个到现在为止 仍然是人类 在19世纪以前 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跨离 而且 他实现了一个 索菲亚大教堂 也没有做到的事 就是把一个 42米以上的穷顶 架在了翻篷上 但是特别可惜的是 伯伦乃列斯基特别鄙视理论 他擅长的诸多学科里面 他一个字也没有留下 他特别讨厌 那些脱离了作品质量的艺术评论 虽然好像 江文也有一个比较损的评价 他讲理论家就像太监 他知道事情怎么发生 他整天都看着事情发生 他自己做不到 所以整天在讲理论 所以伯伦乃列斯基是一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醒 就所谓以人为境可以政绩 他始终提醒你 当你研究一个理论 或者研究一个道理的时候 你要回到你的原因 你希望得到任何道理的前提 都是你想解决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你才是一个建筑师 所以其实比起后面 我们会讲到的文艺复兴大师来 伯伦乃列斯基其实没有显示出太多 我们看到的人文的 或者说没有看到太多文的气质 它显现出来是磅礴的降气 那么这也是令人惆怅的一点 因为对我个人来说 我可能永远成不了这样的建筑师 但是我最钦佩的永远是这样的建筑师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有人不写字 就会有人写字写一辈 那么伯罗乃列斯基因为他一个字都不写 所以他只奠基了文艺复兴的建筑 但他并没有奠基文艺复兴的建筑理论 那么文艺复兴的建筑理论是在他死后 由他的一个年轻的晚辈 是他的现在叫范斯的 这个人叫做阿尔伯利 一手建立起来的 而且这甚至不能说是文艺复兴的建筑理论 是人类历史上真正成系统的第一部建筑理论 我们之前也讲过 其实维特鲁威的建筑石书 是一本退休老工人写的残篇断章 但实际上真正他建立了一个 真正让维特鲁威的建筑石书 成为一个成系统的建筑体系的人 是阿尔伯利 那么他的功绩如下 我们在这里看不到建筑作品 当然我们会讲到他的建筑 论绘画 是他在最年轻的时候写的 孤入中年以后 他写了一本论雕塑 他不只奠基了建筑理论 他的论绘画奠定了 西方人类历史上的绘画理论 他中年时代写了一本论雕塑 奠定了西方人类史上的 成系统的雕塑理论 到他晚年时期 他终于觉得自己可以写一本 极大成的书 这本书叫做《论建筑》 奠定了西方人类建筑史上的 建筑理论 这是为什么我不以建筑 延续以及时间严格写 是因为文艺复兴的这些明星 实在真的是明星 你不管怎么喜欢他 都不能算老餐 而且因为 波罗乃列斯基并没有成文的戒律 告诉后世的建筑师该如何学它 所以其实是阿尔伯地给文艺复兴的建筑定音 他说定音 就是像条秦师一样 是你来确定那个基准 所以才有了自此而始的维特鲁威 所以其实在阿尔伯地以前 维特鲁威并不伟大 维特鲁威的伟大是因为阿尔伯地的伟大 阿尔伯地之后 整个西方建筑史上的所有大师 对维特鲁威的解雇 才使建筑史书如此伟大 也才有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波罗乃列斯基 所以我们所知道 波罗乃列斯基的功绩 基本上都来自于阿尔伯地的 复数 当阿尔伯地 他是文艺复兴建筑绘画和雕塑理论的奠基人 活了68岁 实际上在他28、9岁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年轻后辈 虽然在那个时候 他已经是同辈人中间的翘叔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 能够见到波罗乃列斯基 并且得到他的教训 得到他的指导 那么 他满怀憧憬地来到了佛伦萨 然后求见波罗乃列斯基的时候 经文 大师刚刚去世 于是他满怀惆怅地写下了这本书叫做《论绘画》 里面非常强劲地记录了科学透视法 以及波罗乃列斯基在绘画领域里面所做的所有的付出的贡献 以及他个人的见解 所以他其实是为了纪念他的偶像 奠接了西方的绘画师 但是个人力量强到这个程度 我们赞美就好 三十年后 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又整理了 多纳泰罗评生最主要的工作 出版了《论雕塑》 后面 今天我们会讲一些《论雕塑》里面的理论 对他的《论建筑》的影响非常的大 就在1985年 这个不是笔物 是在他死了之后 在他写完的时候 他仍然不敢出版这本书 我们也知道建筑艺术在西方的艺术史上的地位是怎么样 在他死后13年 终于出版了《论建筑》 我们先看看他在《论雕塑》 也就是他《有声之间》真正出版的这个著作里面 他所讨论的 雕塑和建筑更接近的在于哪 他讨论的是一个实体 对吧 他仍然需要用材料来再现一个有表现力的东西 他讨论雕塑有双层属性 有第一对问题是什么 雕塑是有物质的和形体的二分 这两个东西拼起来是完整的雕塑 一方面是它的质地 它究竟是青铜的 还是大理石的 还是石膏的 还是陶的 还是木的 另一方面是形体的 形体的本身与它的材料毫无关联 是它做成什么形状 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用视觉触摸 但是材料是来自于我们的触摸 但是真正为视觉负责的是它的形状 是它的形体的要素 那么针对于它的前一对问题 会出现有一对对立的手法 一个是加法的 一个是减法的 对于雕塑 加法的指是什么 是以青铜雕塑为代表的 加法是什么呀 青铜雕塑在这儿怎么做 是先做一个膜对吧 然后把这个青铜的铜水倒进去 晾干了以后把膜拆掉 之所以说它是加法 它是让这个雕塑越来越多对吧 它从少到多 从虚空到充实的过程 那另外一类手法 它如此之对立是减法的 是以石雕为代表的 包括木雕也是 它是怎么样的 是有一个整块对吧 你通过做减法 你操作的完全是你不要的东西 你留下的 没有操作的 是你最终想要得到的东西 是石雕 它完全决定了 一个形体的操作属性 我们知道 操作属性一定会影响到 它的形态 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理解 米特朗基罗说的一句非常家喻户晓的话 有很多人说 并认为是米特朗基罗的独创 他指出 我只是把我的作品 从整块的石头里面解救出来 当这个时候我们理解 他这句话 其实是在 说谁啊 他完全是以一种更失忆的方式 在重塑 阿尔伯蒂的雕塑里面 阿尔伯蒂是他的前辈 当然 他说的更美 因为赋予 语言以美学价值以后 这个东西称作诗学 我们知道 如果说让 有兴趣可以去读读罗曼罗兰的巨人参传 如果让米特朗基罗去选择 他的第一身份的话 这也成为他最瞧不起达芬奇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 阿尔伯蒂几乎毕生的成就都在于他的理论 但他的理论 真正造就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建筑学 领域 学科 乃至于我们的行业 在于什么呢 理论的意义在于什么呀 承载前辈的智慧 对吧 实际上理论最重要的不是抒发自己的感想 而是承载前辈的智慧 在之前 在理论创生之前 智慧是怎么传承的呢 叫做口耳相传 对吧 是师父交给徒弟 徒弟再交给徒弟 它基本是一个线性的对吧 所以在很多时候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失传 但很少有 就是我们在之前发现在大学之前 几乎很少有什么记忆会大范围的被普及 所以在这里面 师父会很大程度的决定徒弟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个是之前的状况 所以这个记忆会变得非常的稳定 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会做减法 而学生没有太多的这个选择的余地 因为我们知道 不像现在我们可以选 选对位老师的课 选对位老师的课 对吧 还会有不知所谓的人跑到学校里面来做讲座 所以你们能 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但是在之前当你只有一个师父的时候 你听过一个师父教一群学生 这群学生都释出名门 对吧 释出同门以后 他们会很像 很少听过一个学生 有一堆师父在教 对吧 所以之前没有这种状况 但一旦有了理论 一个学子是有可能同时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理论 是有可能同时接触到不同的前辈的这个智慧的传承 这个时候你就有机会 横向的过去都是纵向的 你有机会横向的 对各种学科的这个记忆和学识 进行横向的评价 比较 比较 吸收 学习 反思 对吧 以及让不同的大师他们之间在你的面前对话 甚至争吵 你可以有选择 你可能会痛苦 但在这中间的余悦也是 也是不可估量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第一件事是通过对比分析 视野被最大限度的扩大 所以在阿尔伯地之前在建筑学这个学科从来没有过如此大的视野 我们知道布鲁乃列斯基他要他要解决布鲁萨指教王穷顶的地方 他也要跑到罗马去看万神庙 以此来得出他个人的见解 但是在这一刻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得很多智慧 但是用获得是不精确的 因为我们不见得获得了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智慧 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会带来两个不同的后果 一个后果是 他可以丰富我们的学识 那么在这个时候 学科一定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和增长 那另外一个他一定会带来纷争 因为对于所有的师诚来讲 你能获得师父的百分之五十六十 尤其是跟随大师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所以伟大的智慧通常需要伟大的头脑 或者更伟大的智慧才能传承 但是当不够高明 天分智力智慧都不够的时候 当你去传承一种思想 都很难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当你获得无数种思想 这个时候带来的东西不叫做丰富 而叫做纷争 所以也会有人穷毕生之力都在学习 但是一事无成 也是因为你听到了太多种声音 而你没有能力仲裁 权衡和驾驭 但最多是你没有能力把这些声音听下去 所以也才有了 所以我们又一次看到了 波罗乃列斯基的先见之名 他一个字都不写 是很讨厌听到这些争论 但是从理论有体系以来 在所有的学科里面 无意义的争论都从来没有停止过 当然这些争论养活了很多人 但是也真正的误导了很多人 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大家 作为一个建筑师 我们研究理论 永远要回到我们为什么研究一个人 而不要陷入那个问题本身去 尽管会有很多理论家提出 理论本身是有美学价值的 但前提是你要真的知道它的美学价值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 但如果你真的秉着要解决问题的初衷 但是却陷到那些 你根本看不到它美学价值的争吵里面去 所以从阿尔伯地开始 这个学科会建立起来的同时 这个学科也没在消停过 说阿尔伯地给文艺复兴的建筑定音 其实这就是那个定音差 它基本上通过一个最简单的开间模式 告诉后世的建筑师 建筑是这样做的 我们发现它就是画了一个布鲁乃列斯基 对吧 两边的科林斯式的整柱 而且做成了壁柱 对吧 中间是用圈柱式尽可能的削弱 这个柱子的这个体量 在这里面完满的三个开间 这个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 所有的建筑比例 整体建筑的比例要来自于单个建筑要素的巧妙的结构 在这里面我们看不到鱼术 这个鱼术非常重要 是帕拉迪奥毕生最伟大的分析 那么它的论建筑框架是这样的 第一书写的是外形 第二书写的是材料 熟悉不熟悉 来自于哪 论雕塑对吧 论雕塑里面第一组问题是什么呀 外形与材料对吧 就是他们的 接下来结构 公共建筑 私人建筑 这两个什么 结构是什么 是手法对吧 你如何实现一个实体 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是功能 是一个建筑该如何使用 那么从第六书到第九书 他花了四书的时间讲的是装饰 那么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从节奏到公共建筑私人建筑到四个装饰 当然重建是一个建筑特殊的建筑操作门位 我们想到了什么 维藤儒为建筑实书里面 现在我们如果说建筑实书里面 最主要的主张会说是什么 兼顾实用美 对吧 这个美不应该被叫做美观 因为它与视觉无关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结构 兼顾对吧 实用 美 所以实际上 就是在上一段我们已经讲过了 在维藤儒为的建筑实书里面 实际上兼顾实用美 是在一个非常不重要的章节里面 被提出来 在之后从未展开 真正 维藤儒为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学的六要素 对吧 物质均衡 对吧 就是 是 是这些 那么 包括和谐 包括和谐 包括Decore 德体 那么 真正 把维藤儒为的建筑实书 归结为兼顾实用美三要素的 实际上是 阿尔格利 也就是我前面所写到的 我们 自此而始的 维藤儒为 以及我们所知的 那么他在装饰里面讨论美 这个也是西方的建筑实书里面 第一次完全展开的 成体系的 在讨论建筑的美学 那么建筑自由美学开始 一直是伴随着装饰来讨论 只有一个人被认为 没有讨论装饰 对吧 阿道是路斯 他倒是做装饰的大师 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讲 我们先看一些他的 我也不知道叫不叫原文 这个是当初 我从英文版翻译的 优雅和令人愉悦的外观 被认为是 源自美和装饰的 但既然是美和装饰 意味着他们有所区别 对于美和装饰的精确本性 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 观念上的感知也许比 比我言辞的解释更加清晰 简短起见 让我们这样定义二种 美是实体各部分有理的和谐 我们注意有理的和谐 我下一讲会讲 所以不能损意 或是改变哪怕一点 除非预示其变坏 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会花一些时间来讲这个 它意味着什么 美是一个不能被变更的东西 是有一个非常精确的答案 这个精确的答案 一定不来自于哪 感官的愉悦 对吧 因为看起来的东西 通常都是差不多 所以 这个在解释 为什么说它是有理的 那么装饰也许可以定义为 对美的辅助或者不足 一旦一个东西 它是有一个完美的定义的时候 人世间的东西 一定不可能等于它 只能试图逼近它 当你不能逼近 又希望让别人认为 你已经达到的时候 这时候什么会出现 装饰 对吧 于是我相信 美是内在属性 弥漫于整个被评价为美的实体 而装饰相对于内在 是某种附加的或者附属的特性 艺术 生于偶然和观察 长于使用和实验 乘于知识和理性 这是为什么我特别痛恨 虚起眼睛来看一看这个东西 因为当你觉得一个东西 打动你的时候 这件事 它刚刚开始 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完全没有专业和学科可以 完全没有你的发言权可以 你必须经由你长期的使用和时间 而最终达到理性的 你所能逼近的严格的标准 在这个时候 你能评价它的优劣好坏 你能知道它的前提 这个时候 当我们修改一个设计的时候 我们才能确信 或是推进了一个设计 而不只是改变了我的设计 否则的话 你今天特别高兴 你可能喜欢一个形式 明天你感冒是这样 也许你会看成哪个不胜的 在这个时候 没有进步可以 没有高下的 接下来我会讲一讲 为什么他讲这个 这个并不是阿尔伯蒂的独创 来自于整个古希腊的哲学传统 古希腊哲学传统的奠基 那本书就像在建筑史上的论建筑一样 是柏拉图的理想国 理想国讨论正义 但是其实它不是正义 这个东西在哲学叫真 在艺术叫善 在社会学叫善 在艺术叫美 那么是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 那么柏拉图假苏格拉底之口 我们发现即便是西方的大师 也从来会谨慎地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旦他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会希望假借一个业以成名的他的老师 老师是干这个用的 他讲到讨论一个人的正义 是很难的 但是考虑一个城邦的正义 出于它的规模似乎更容易 他讲到一个城邦该如何建立 那么起码需要三个人 一个是农民 一个是挖架 哎呀还好 这个是建筑师的前身 其实我们发现它不是建筑师的前身 它是建造师的前身 和一个裁缝 这是什么呀 衣食住 对吧 这个是人类最基本的功能前提 在这个前提下 柏拉图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一个人能且只能擅长一件他所擅长的事 他不能兼而有之 对吧 为什么不能兼而有之啊 否则的话你找一个又懂种地 又会盖房子 又会做一个人进去 这国家永远无从建立 就不会有系统 这是西方所有思想 包括哲学的 社会的三维分离 对吧 包括艺术 他讲独立性 讲排他性 要精确定义一个概念 以及在讨论概念之间的关系的 唯一前提 是所有的理论 思考 都是一个希望建立起理想国的过程 那这个前提就是要让里面的任何要素 既独立又专一 这和中国不同的 对吧 西方 是精确 一定是排他的 而中国一旦精了以后 就会带着另一个字 叫精通 对吧 所以这个是 这两种人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沟通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我讨论都会加上一个西方的前提 因为起根上 来继续讲 那些人我没法讲下去了 那么他们三个代表是最基本的功能 这个也是西方会建筑学讨论所有的问题 都会从功能开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么接下来 当只有他们三个时候 这事会比较苦 对吧 第一 粮食 你做不熟 盖房子 你要徒手 裁缝做衣服 你需要材料 所以他们三又会衍生出新的需求 所以这个时候 第二批入住理想国的居民是谁呢 是木匠 铁匠 厨子和鞋匠 对吧 衣食住 这时候终于有行了 厨子能把东西做的可口一点 起码能做熟 对吧 铁匠和木匠可以制造工具 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理想国扩大了 但接下来 鞋匠 你要做鞋需要什么 皮子 对吧 厨师 你除了做粮食 你还要做副食 对吧 就是只吃米饭 还是挺难过的一件事 这时候第三批入住理想国的谁呢 木人 对吧 就是他会有畜牧业 这时候开始有副食了 对吧 商人 因为一旦这个系统大了以后 一定需要交换 对吧 所以商业开始 我们记得 我们成见史里面讲 城市的出现来自于第三次人类大分工 劳动大分工 对吧 这件事其实提出最早提出这件事的是伯拉图特老师家 当有了商业以后 有了市 对吧 有城有市 对吧 才有了城市 有了 第三次人类大分工的出现以后 城市出现了 这时候理想国也渐渐的被建立起来了 这事我是刚刚发现的 因为突然讨论为什么商人会进来 之前我一直没有教学相长 这是我为什么会 自自不倦的玩命的给大家做讲座 因为每次讲的时候都能 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有一种说法叫人来风 然后我们发现还有这两句吧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伯拉图特本人已经数不清楚 该有多少种人要进入这个理想国了 那么 这个国家终于被建立起来 并且非常的庞大 那接下来伯拉图 我们知道还就是在理想国里面 其实一直是以对话的这个方式 这个伯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 一直有一个捧根的叫做格劳捧 就是他总是在配合苏格拉底的这个意见 苏格拉底提出 当有这么多人都在这个城邦里的时候 他们急需要交流 需要一次宴会 让他们彼此认识 并且加强合作 对吧 现在开年会啊 人们基本都是在干这件事 那么 基于 从城邦的需求到这儿的推演 伯拉图虽然说不清楚 需要有多少种居民 但是他能够 非常严格的给出一个菜谱 因为当这些都确定的时候 这些人能够做出什么菜来 其实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东西 对吧 多的东西进不来 少东西出不去 这个时候仍然在于什么呀 仍然在一个严格定义的状态下 这时候仍然 是所有理论的歧视状态 就是寻求定义 并且在定义里面严格推演 他说了一堆菜 然后讲这样够了吗 对吧 然后紧接着格老孔 非常贴心 说好像有点清淡 为什么不能有美酒呢 为什么不能有香料呢 对吧 因为从所有的人类生存的条件里面 既不需要美酒 也不需要香料 所有的问题都从这一步开始 下次我应该把这件团换成红的 不然还不说好 满足你的要求 于是 随着宴会的扩大 有更多的人进入了这个城邦 而且在这个时候 因为提出的扩大的需求 并不来自于必须 而来自于一个 而来自于一个 既希望让 不止满足一功能 而是希望让这个条件 变得更加奢侈的要求 在这个时候 普拉图已经无法控制 这个国家的增长 因为所有的欲望 随着第一个欲望 都在渐渐地在扩张 一直衍生到 发现压连不够大 城邦不够大 需要扩大的疆土 这个时候 开始出现了领土问题 领土问题一定犯罪着什么 战争 当有了战争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我们发现 当我们发展到这儿的时候 人类不需要战争 但一旦发展到战争的时候 战争需要什么 战士对吧 然后在这一刻的时候 普拉图仍然能够精确地定义 每一个被带进这个理想国的人 他能且只能擅长的一件事 那件事属于他的本性 别的事他都做不好 这个时候仍然 这个国家没有问题 普拉图仍然还能描述清楚 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 但一旦战士的本质应该是什么 普拉图突然发现 他说不清楚了 因为战士一方面需要残暴 对吧 他要杀死敌人 另一方面他要忍耐 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国民 这个时候 普拉图面对了一个两难事 他突然发现有一种要素 他不是能且只擅长做一件事 他必须要有双重选择 而且要同时具备 这个完全有备于这个城邦建立起初的时候 他所设定的这个前提 所以作为一个人来讲 普拉图已经不能描述一个战士应该是什么样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普拉图突然反问何老孔 他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奥利匹斯的诸臣吗 我们需要音乐 戏剧 诗歌 绘画 我们不需要 是因为在这一刻 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该有什么 这时候不需要有人指手画脚 对吧 到这一刻的时候 增加的只是欲望 但是人仍然知道该怎么做 但一直到这一刻的时候 人终于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个时候需要奥利匹斯的诸臣 人以外的人告诉人 这个应该是什么样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普拉图宣称 在这一刻 当人类面对这个困惑的一刻 奥利匹斯的诸臣 以及用以宣传诸臣的戏剧 我们知道戏剧和音乐 原本都是用来普及神域的 对吧 诗歌 雕塑 绘画 所有的艺术门类 全都进入了这个城邦 那么神开始取代人的逻辑推演 告诉人应该怎么做 这个东西叫做秩序 现在我们明白 为什么不管是路易斯康 还是科普歇 所有的建筑大师 艺术大师 都会把一个问题 艺术问题 推回到人类必须的 那个状态里面去 再把它反推回来 就是要自己亲自找到 秩序从何诞成 所以我们知道在英文里面 秩序的这个词是什么呀 order 对吧 order还有一个含义什么 是命令 它不容讨论 那么接下来其实就会有两种 一种是真的 一种是伪的 一种是真正的诸神的神域 另外一种是假的诸神的神域 都是由人来宣称的 都来自于这些艺术 它也导致了发现和发明 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行为 在我们现在认为是科学的之前 它始终属于神学和艺术 那么 实际上 这两个它都有相同的操作模式 不管是发现还是发明 都是模仿 叫做imitate 它都是有一个先于你 大于你的东西 所以神一定是大于你的 这也是回到巴比尼德所说的 上帝不是正义的 上帝就是正义 那么 在这一刻 柏拉图所推出的 就是由理想国的产生的过程 得出的一条功礼 功礼是什么呀 功礼是 你能够获得 你非常容易承认 确认它的存在性和合理性 但是你无从证明的 对吧 这才叫功礼 它是起始的理论 那么功礼是什么 神至善 为什么呀 因为如果 神既能导致善 也能导致恶 人类不需要神 对吧 人类必须需要一个强大于自己 又完全至善的人 告诉自己 战士应该是什么样 以及由此引发的所有的困惑 所以 神不能导致恶 一旦神能导致恶的时候 他只是超人 我们明白他 他只是能力比人更强 但他并不能解决人的问题 所以当神会告诉人不好的东西的时候 在这个国家里根本不需要神进来 所以这个功礼是神至善 所以这条功礼会有两条推论 推论于什么 神不导致一切 对吧 只导致好的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基本上 所以我们也能理解 为什么 为什么中世纪的这个经验 神学家都在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并且不同的神学教派 会出于他们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不同学派的这个 这个分争 就来自于这 这个更多的 神不导致一切 更多的 导致了教会 神学 那么在艺术哲学里面 导致了西方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前提 认为神不变 对吧 因为神一旦至善的话 他变只有两个方向可变 对吧 要不学好 要不学坏 对吧 学好不容易 学坏已出了 那么如果神能变得更好 说明此刻神不是至善的 有被这条功礼 对吧 如果他不是变好又变了 那他一定是变坏 对吧 那神如果学坏了以后 他仍然会被赶出理想国去 所以理想的国里面的神 一定是 亘古不变 他有一个非常确定的 原则 所以 我们回到 我为什么要讲那么远 现在我们能理解 阿尔伯蒂所指出的 美 是实体各部分的 有理的和谐 这个有理来自于哪 来自于从 最根本的问题 一直讨论到秩序 所以在那之前是没有美的 在有秩序的以后 才存在美学 那么 所以不能损意 或是改变 哪 他一点 除非欲使其变坏 他说的是不是 就是这件事 我想的好累 听懂了吗 听不懂 其实也没关系 他完全 不影响你成为一个优秀的建议士 所以有此我们看到 在理想国建立之初 是什么让这个国家得以建立和发展 以及勾画出最主要的困惑 是兼顾和实用 对吧 但美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是美在当人的智力有所不及的时候 当兼顾和实用 当所有的功能的最基本的问题 已经推不出那个答案的时候 美才会进来 这是为什么在实际学里面 如此抗拒讨论正义 是为什么在西方文化里面 律师就作为一个罪恶的 让人瞧不起的 职业 是因为正义不是被讨论出来的 正义就摆在那 不由分说 当然阿尔格利同时也导致了一个美至上的原则 在理想国里面 实用导出了美的存在 但是因为美来自于更高的四维四变 所以美它反过来会导致实用 但实际上 它举的这个例子 以马为例 它们意识到是先前 如果某一匹马的某一部分 看起来是以某种特定的用途 那么这整只动物都将胜任大于用途 如此 它们发现形式的优雅与实用性是不可分的 每一导致实用 实际上 在数百年后 出现了 又一个等式 被认为是格罗皮乌斯提供了 坚固加实用等于美 其实这个 我们也能看到 它在整个建筑史上 是有非常深厚的原因 阿尔格利提到 从蕴含着伟大的美和装饰的物体上 对吧 如果是人做的 一定它不只是美 它一定的装饰 在物体上发现了余悦 不是得自发明和智力的耕耘 就是得自于工匠之手 要么就是自然的浸润于物体本身 智力体现在选择物质和安排 它使作品高贵 所以这个智是谁的 是建筑师的 所以其实它在论建筑里面 像它在论雕塑里面一样 它非常严格的区分了若干概念 选择 像刚才我们说的 伯罗乃列斯基 几乎它所有的在 电机的文艺复兴建筑学的这个工作 都来自于它的选择 布置对吧 以及安排 这个其实有非常敬畏的差别 我在这儿不讲 有兴趣的同学去读一读 克鲁福特写的建筑理论史 而且我就是王贵强先生翻译的 那个翻译的非常的棒 但我仍然建议大家能中英文对照的读 只有你在对照的时候才能理解到 王先生翻译的究竟有多棒 这个来自于建筑师 那么在阿尔伯地的评价里面 它是获得最高的评价是高贵 那么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工匠之手 它是连接切割和打磨 这个现在叫什么 叫做工艺对吧 那么这个是建筑优雅 那么接下来是材料 光泽密度耐久 它让它获得赞誉 这个赞誉其实可好可不好 它没有说获得谁的赞誉 所以在阿尔伯地的这个评价里面 最差的能得到正面评价的建筑 就是往上面贴金贴盐 就说这个料真好 就像现在比如说 就当我们 有一次我讲座 然后有一个同学跟出来 然后非常 就是充满求知的渴望的 问了我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 张老师你的鞋哪买的 就是当你实在没得可取的时候 就只能讨论材料 那么阿尔伯地也讲过 就说他讲现在在意大利 在罗马有一种树 非常的贵 就是通常在最伟大的这个庭园里面才会用 但它贵并不是因为这个树本身的形态好 或者说它有什么景观意义 而是因为它是从印度进口的 运费很贵 哈尔伯地不能忍了 他说实际上它所有的在意有一多半都来自于在航海 航海界的发展 而于这个它本身的质量无关 那么工匠之手 其实这个 所以建筑师一定要等工业 那么这个也是我本人的切副之痛 就是我真的不擅辞到 但是我真的是花了最大的努力 希望去弥补这个短板 连接切副打磨 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节点 有兴趣的同学去读 除了普通写的建构文化研究 里面讲到两种规定的装饰 非常重要 所以 阿伯地提到物体中成功的装饰 可以避免不移 就是可以让这个避免不合适 因此布置在 布置 在不输掉 不寒稳 不稳分 不分离 不容许 不协调要素的情况下 显得合一 其组成部分之间 我们发现讨论 它不是要素本身 而是要素之间的关系 应该不过多 不过少 不过小 不过大 不过生硬 不过粗比 不过分离 或疏远 我们发现唯一复兴 这个之所以讲 阿尔伯地给唯一复兴建筑定调 我们发现它脱离了 哥特建筑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之前我们一直在讲传说 是哥特建筑 包括古罗马建筑 都在做一件事 是朝着更高 更大 更强 发展 对吧 都在试图突破极限 科隆大教堂 一百多米的尖塔 而且它通常有地震 或者二三十年 尖塔就会倒 这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 哥特教堂的塔 会有一个尖 另一个倒 或者另一个根本就盖不起来 在万神庙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 它是一个孤立 它用一个正球体 那我们发现 建筑史上会有两种 极端的状况 都导致伟大的建筑 这两类建筑的气质完全不同 一种是试图突破极限 这种是单向 是可以竞技史的 对吧 就是谁的哥特教堂 看起来做得最轻 而它个子又最大 对吧 它就能得到 更至高无上的评价 而另外一类 它更多的来自古希腊 我们知道古希腊选择什么 他们已经掌握了种技术 但他们仍然用没两体系 在讨论这个建筑的比例 和它应该呈现的样子 在把握分寸 这个分寸越精微 它就会越接近 至高无上的评价 在这儿我们看到 阿尔伯迪给文艺复兴 定的掉的是什么 讨论一个建筑 应该什么样子 是最合适的 最后面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文艺复兴 盛期所有的伟大建筑 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让它不过少 不过多 不过小 不过大 不过生硬 或者粗比 不过分离 或者疏远 一切都应该在其自身的秩序 我们看到了order 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讨论秩序 所以我们不要再轻易地使用这个词 比如说我听过很多建筑师或者艺术家 问你这什么 我这里在表达一种秩序 我还见过一个艺术家 一堆点 当然我点点的挺好看的 真的挺好看的 我问你这在表达什么 他说我表达的是秩序 我很高兴啊 就是越文奇详 他又指了几个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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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秩序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从里面看到一种韵律的名义 树 后面 下一讲我会讲到树 仍然是神秘书论 尺度 安排和形式 被定义和被精确化 仍然是谁的过程 仍然是李强国的过程 作品中任何独立的部分 都有必要与其他部分相适宜 相和解 独立的部分相当于什么 李强国里面的每一个人 所以这个是阿尔伯蒂 这是阿尔伯蒂的设计 它能看出它设计什么样 设计线角 你没发现 它是基于一个正左边形体系 这我下一讲再讲了 下一讲就明白 基于正左边形体系 这些正左边形都来自于相同的魔术 然后他们 相同之间会确定各种各样的形容和位置 然后一次来做出的线角 所以没有任何东西来自于感官的评价 一切都必须以精确的角度和成比例的线布 所以让阿尔伯蒂做的立面 我们能看到 基本上来自于这个叫做规线分析 也叫做控制线分析 来自于尺规 古希腊的哲学家和几何家都认为 没有刻度的和尺子 用没有刻度的尺子和原规能确定出来的形 才是神圣的 所产生出来的比例才是美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只看到能连接的直线和用正面确定出来的形容 这个也是我下一讲会着重讲的 这是它属于形式的部分 对吧 在一旦到属于材料的部分 我们会发现阿尔伯蒂他所提出的这个双重标准 对吧 我们马上就能知道他的这个价值观是怎么样 在一旦在讨论形式的时候 一切都必须以精确的角度和比例控制 但是他一再讨论到材料和工艺的时候 我被古人的强调都打动 为何他们将接近眼睛的断面打磨的最亮 却对高处和远处没有投入相同的经历 往往最刁端的研究都在无法 在最刁端的研究都无法注意的地方 他们根本就不打磨 这个是对形式最吹毛求疵的例如大事了 您可以看到还记得为什么我会不断地讲 伟大的建筑都是金玉其派败去其中的 当你知道一个操作是对视觉负责的时候 你只需要对视觉负责就好了 而且他这事说的没了没了 因为我猜在他的那个时代 估计有些东西有些理论就已经很讨厌了 所以他才站出来去规范化这个理论体系 有说法认为古人在食材还处于粗料的阶段 就实施器助 只是打磨顶部和端部等连接处 为什么顶部和端部要连接 要打磨啊 是因为受压材料 它打磨的越精细 它的硬力集中会越少 它的承压才会越好 对吧 看见的地方他反而不打磨 当气柱完成了以后 他们在打磨依然粗糙的表面 我认为这是考虑到降低机械破坏材料的几率 因为你先把它打磨光了以后 你万一没气好呢 对吧 万一它坏了怎么办 尽可能的降低造价 而且你气完了以后 你终于知道哪些地方要精细打磨 哪些地方可以不太打磨了 对吧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理文著作 他们在讨论什么 仍然在讨论做一个建筑师 如何把一个房子盖好 解决你身边的问题 而且他讲到 古人切割和打磨大理石的小心程度 是值得关注的 事实上我曾见过超过四万尺长 一万尺这么多 来自于这个西伯来人搬砖的时候 就是你最多搬这么多 对吧 这一万尺就这么多 四万尺长两万尺宽 但是不到半尺后 大理石板沿波浪型连接与弱化节点 为什么要以波浪型连接 他要干了什么事呢 因为我们知道大理石是有文理的对吧 他要干的事就是要把文理严格的接在一起 让他看起来像没有被切割过 所以我们看这是密斯凡德罗的巴塞罗纳 士博会的德国馆 这中间的这个大理石 他在干的是什么呀 是阿尔伯蒂所提到的古代人所做的事 所以他是现代主义的大师 这个是阿道夫路斯做的 就是骂了装饰就是罪恶的那个家伙 但是我们看他是怎么贴大理石的 你能看见街坊在哪吗 而且最让我觉得逆天的是 他在转角的地方 你都看不出任何交接的地方 这个工艺非常的可怕 尤水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真人 他讲到很多古代卓越的纪念性建筑 他都希望表现什么呢 卓越的纪念性都来自于巨大完整的食材 甚至是独食 所以有一个词汇叫做 我们念了 就这个词啊 敢念的念一念 叫做独食般的 通常在专业里面会称它为独食纪念性 指的是什么 就是像一块整个的石头 这个建筑像一块整个的石头做出来的 这个我们想起 阿尔伯蒂其实在论雕塑里面也讲过 有一类雕塑是什么 简法 简法的雕塑的代表什么 是大与石的雕塑 所以在这里面 阿尔伯蒂提出用石 石头盖起来的纪念性的建筑 无论通过什么方式 但是通过贴石材的方式 我们发现它是什么呀 装饰对吧 但是这个装饰并不是为了大理石材料本身 而是希望通过大理石文理的对接 让它实现让人看起来 尽管它不是 但它看起来却像是用整块石头做出来的 这是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现在还活着的建筑大师 叫做彼得祖姆多 他做的瓦尔斯温泉渔场 这有兴许同学去读一读三个概念 他里面提出 这座房子的概念就是独石纪念性 他提到的这个的设计说明 是 我要念一句英文了 这块石头是用石头 建造的 但是我翻译不出来如此失忆和简便的方式来 所以我会希望把这句话给大家 这个来自于哪 阿尔伯蒂对吧 这个快了有多少年 这是有智慧的人 当他获得了理论的力量的时候 就会得到这个 当没有智慧的人 获得了理论的力量 这个 被进补 补出了鼻血以后 就会整天去吵架 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 所以他这事没说完 阿尔伯蒂提到 如果股价 其实指的就是建筑的框架 所以他指的所有的前提都来自于古希腊奠定的 梅良体系的这个石头建筑 如果股价是用整块石头做成的 将更美 我们看到它是美对吧 它不是好看 其次是使各个部分的组合看不出节点 由此我突然明白了 有两种都被作为古典药素的这个药素 它的操作机制是什么 一种是这个 其实它都是来自于地柱上面的颜口 这个梁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梁是什么呀 这个梁应该是整块石材的对吧 即便不是你也得让它看起来是整块石材的 所以它意味着如果它是不同的石材 就一定要解决拼缝的问题对吧 但是梁又这么窄 你没法让它不浪形的像贴力面的那么拼 所以通常来讲 这种装饰的级别更高 对工艺的要求率更高 你们能理解吧 但是接下来我马上就明白这种颜口的好处在哪 这种颜口其实看起来的只是一个形状的不同 这是颜口随着壁柱会突出凹进 但这个好处是什么 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个节点 当它出现在仰角的时候 也就是凸角的时候 它会被暴露出来对吧 所以通常来讲我们如果去 作为行家去看一个 去看一个表面的工艺 检查它的工艺水平的时候 我们去看这仰角接得怎么样 包括是怎么接的 这有机会我讲斯卡帕的时候会给大家讲 那么当一个胶接点出现在阴角的时候 它是最容易被隐藏起来的 对吧 因为阴角你本来就看不进去 而且它原本就是一个反向的转折 它是露出来的 这种突出的颜口的好处是什么 它产生了丰富的阴角 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在这 你知道两种选择 一个是用整块的食材 或者你要模糊掉这个胶接 在这儿它的这两个颜口完全可以用 完全可以用 分断的食材 搭过来对吧 然后接下来它的阶点可以怎么做 你直接把这个扣上去 所有的交接点都在印象上 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 其实这个也是理论 但现在我通常叫做操作手法 但它其实教了一个特别简单 但是特别逸行的操作手法 一旦我们知道这事里头 有一大批的事 不管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 有很多活儿我就知道该怎么干了 对吧 而且最让人头疼的是 我们恐怕还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所以 一旦 一旦 当有了这种装饰颜口了以后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仅用大理石 拼缝 实在是太考验 材料的质量 以及工艺的质量 那 但是你总得让人活下去了 阿尔伯迪又 又给了一条退路 有一种技术 是把大理石砸碎了磨成粉 或到沙浆里面去做抹面 你抹完以后 把它抠光打磨 光亮以后 它和它表面所呈现出来的质地 会非常的接近 整块的大理石 当然它损失的是什么 损失是纹理 对吧 它仍然不可替代 拼缝所出现的 所以 对不起 所以在路斯 想要炫耀 他的这个装饰记忆的时候 他用的仍然很有文理的大理石 阿尔伯迪甚至在 《论建筑》里面 给出了这种沙浆的配方 说最好用印度恒河的河沙 因为那种河沙足够的细 这是理论家 其实理论家应该是干做这些事的 他应该是把一个问题理论化 把它系统化 交授给其他的人 包括他自己 然后来解决你们身边应该解决的问题 而不是说一堆听不懂的话 然后告诉你 这是至高无上的理论 通常来讲 除非你解决的是至高无上的问题 你的理论才有可能听不懂 但这样的问题也凤毛淋着 所以由此他又说了另外一件事什么呢 他说 现在我们看到的有很多 在眼口上出现的雕塑 包括浮雕什么东西 根本就不是用大理石雕打 就是用石膏模子上面 抹这种抹灰抹出来的 因为它足够的轻 否则的话 如果你真的在眼口上 放这么大的石材雕塑 它美了对吧 但是兼顾的问题是会死人的 所以由此我们看到 这是阿尔伯地最重要的设计之一 其实不是之一了 阿尔伯地最重要的设计 是圣玛利亚圣母教堂 这也叫圣玛利亚神迹教堂 我们看到 其实它做的这个立面 首先这个立面 跟哥特似的就完全不一样 但是其实好像跟波罗亚利斯基的 这个也很不同 它最重要是 它在这个立面表面 画了很多的要素 对吧 实际上这些才是充项 但是它画了大量的充项 以及方格 包括圆 它是在干嘛 度量这个立面上所有的形式 因为在这儿我们看到什么 所有的要素 它被反复结合以后 都是没有余数的 还记得阿尔伯地提到的 任何优雅的形式 都来自于不同要素 不同部分之间 巧妙精确的结果 所以在这儿 其实它只是一面石墙 所有它在立面上的这些要素 就是告诉你 这个石墙的尺度是如何确定的 它实现了相同要素 在不同位置下 而且 对吧 这 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看到 布鲁乃列斯基的建筑的时候 从技术上 还有从他希望达到的 他其实做的是一个更高 更高更大更强的事 对吧 他真正的选择 文艺复兴式的工作 其实在这个柱廊上 那么在那儿 我们还区分不出来 这个降气 还带有非常浓厚的 哥特的气质 但是到了阿尔伯地的时代 文艺复兴的文气终于出现了 在这里面 所有讨论的问题 没有更高 更大 更强 没有更 唯一有的更是 它更精确和更合适 更恰恰 所以文艺复兴 主流的这个 最主要的建筑方向 就是在讨论形式 它的存在方式 精确的存在方式 巧妙的处处 包括在一些更 更变态的这个 数理分析里面 它下层的壁柱 我们看它 它做了很多这个格子 对吧 除了来标明魔术以外 这些魔术的数量 本身都有神圣的意义 之前我就讲过 26 它其实是三角形排布的 这个西伯来文 四字母的上帝之名 都赋予了数字 这加科是26 然后还有一种加科是15 实际上像26 15 72 是非常神圣的几个 基督教的数字 来自于犹太教 来自于希伯来先贤的 这个神秘术论的体系 所以在这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黑色的世代 就是这个 其实这个让我们 有点想起罗马松 对吧 但它又不是 它又完全不是 罗马松那种 用不同石材 堆弃的这种 灾后重建的样 15条和这个13条 比率15比13 刚好30比26 一个15 一个26 所有神圣的尺度 是出来了 如果这是一个巧合的话 我们看 它的玫瑰窗 它在这建了一玫瑰窗 但这个玫瑰窗 是让人看不清楚的 它在这儿画了三个玫瑰窗 你注意到没有 但它完全不是双 它一个是表达这个形态 来自于可以完全 内接一个正元 接下来还有 它的这个分隔 外圈30分 内圈26分 神圣的数字 所以基本上 下一讲 我会讲这些大师 其实多少是有 自大狂的倾向的 但是如果说 文艺复兴的大师 他们 如果说他们 痛恨宗教的束缚 这个完全是 想当然的说法 但其实 我发现 它跟波罗乃利子基 干的事最大的区别 在于哪 在这儿 其实后边 是完全不关心 其实也是从 阿尔伯蒂开始 在这个建筑学的 这个学科里面 才有一个非常独立的 可以被独立操作的 一个概念 现在被我们 叫做立面 对吧 之前立面 它一定跟某些体量 要素是直接相关的 是从阿尔伯蒂开始 也是从这个 圣马利亚教堂开始 才出现了 有一个 有一个大师 他只是在立面上 做了这个工作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知道 立面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没有体量 就是立面的 真正的立面操作 是有大量的美学操作 而且是纯美学操作 推动出来的 它看起来 好像是最简单的 对吧 我上大学的时候 也会鄙视那些 做立面的 对吧 而且我的厕所 会做立面的 我会 但是你越研究 这些东西 你会发现越不管 因为看起来 越简单的东西 它越难分高下的东西 一旦它分出高下 这件事 会变得越难处理 所以在这 我们终于看到 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纯立面 对吧 它跟后边的空间形态 完全对不上 但是它不是不讨论体量 阿尔伯利给出了七种 最伟大的建筑体量 圆 对吧 就是 正六边形 正八边形 正十边形 以及三种不同比例的矩形 但是在这里 一比根号二的 包括一比二的 一比三的 但是在这里面 我发现没有正方性 这个问题 我也会再下一讲 讲 那么 我们发现建筑和理论 都奠基了 我们终于 看来另外一位 集大成的人 我们很想知道 有谁从理论的传承上 和建筑记忆上 集了大成 是有这个人的 但是 其实 这个说出来 也有点逆天的是 这个人是米开朗基罗 他不但集了 文艺复兴的 建筑和理论的大成 在他有生之年 他还开了 阿洛克的仙城 在其他时代 没有任何时代 没有任何时代 出现过一位 这样的大士 现在文艺复兴 出了四五个这样的人 他们之间 互相还认的 这是一挺可怕的时代 米开朗基罗 我不讲他在 雕塑和绘画里面的 这个工具 只讲他在建筑上 在米开朗基罗之前 楼梯从来没有过纪念性 在米开朗基罗之后 楼梯开始成为一个 被崇拜 被纪念的 非常重要的要素 他开了守法主义 就是他是守法主义的 是从米开朗基罗有的 也是到米开朗基罗之后 守法主义就没再出现过 伟大的大士 他开了巴洛克的仙河 所以我在最后一讲会讲 有半数巴洛克的大师 尽管他们 生不丰之没有见过 米开朗基罗 都自称是米开朗基罗的弟子 并且一辈子就是为了 完成米开朗基罗 此前没有完成的遗愿 也就是完成那座 圣彼得大量 所以在这儿 很难被讲清楚 是因为看不清楚的风格 因为讲伯罗改列斯基 讲阿尔伯蒂 我大概都能大致讲清楚 他做了什么 他想要做什么 但是没有人知道 米开朗基罗 他究竟想做什么 但他做到了很多事 这个某种程度上 也导致了巴洛克的混乱 他是守法主义的鼻祖 但是没有任何守法主义的后继者 做到了米开朗基国内 那么他属于文艺复兴的时代 但是他做了哥特的事 他做了文艺复兴的事 也做了当时还没有巴洛克的事 所以这个家伙 所以我讲不清楚 是正常的 如果你们没有听清楚 课后千万不要来追问 我能讲成什么样 基本就是什么样 所以我们知道 当我们要把一个艺术家 或者在西方 或者把一个建筑师 比作另外一个人 以表达对他最至高的 不能再高的评价的时候 就会称他为米开朗基罗 在人类的整个泛艺术史上 在米开朗基罗之后 只有一个人被称作米开朗基罗 那个人叫做勒 克布西 是又一位 对话叫做建筑的家属 在米开朗基罗之前 楼梯在建筑里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看 就是在这些地方 在这些 就是像古堡的这个碉楼里面 最重要的永远是这个庭院和正厅 它的内厅和正厅 所有的楼梯 它看不见的 一定是被塞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而且会用非常不安全的螺旋楼梯 为什么呀 它被卷成一个孔的时候 它其实是最省地的 对吧 所以它基本上 我以前讲过什么古代建筑 它楼梯特别牛 但是米开朗基罗也没有任何演变 这是最难讲的事 它盖了一房子 突然楼梯 从这个房子开始楼梯就牛了 这个房子叫做勒伦齐安娜图书馆 它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这个图书馆 在整个建筑史上 也很少有人对这个图书馆 本身感兴趣 以至于上网也很难搜到 这图书馆里面究竟长个啥呀 然后从铺面上 也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你们现在要做设计课 教育这样铺面 你会被老师骂死的 但是它的平面和铺面 这么着就完了 非常标准的开间开窗 这就做完了 另外一部分 它做了一个厅 这个厅从铺面上 我们看到它更高 更高大的空间 更有纪念性 这厅也不知道是在干嘛的 它在里面就放了一楼梯 这楼梯不对入口 入口从这进的 它在里面就放了一楼梯 除了这楼梯什么也放不下 这里面就只有这一个楼梯 所以这一个整个建筑 有一个最有纪念性的空间 就供着这个楼梯 从此楼梯有了纪念性 所以这是他的胆脚之处 其他我唠唠讲那么多 他都有个可讲 他渊源在哪 他怎么想的 他想要做什么 继承了什么 这位大师 赞美就好 但是我仍然会试图 讲出一点圆圆 所以之前从来没有过 这样的楼梯 就是说中间有一开架 哇跑 然后两边 或者说之前建筑里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楼梯 实际上 对吧 就从侧面进 这个厅里面 你看什么是这个关系 但是并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楼梯 这样的楼梯会出现在哪 我们知道 在西方造原史上 第一个完全成系统的 伟大的造原时代 就是罗马的台地花园 所以实际上 对于一个意大利人来讲 你整天都建了这样的大楼梯 实际在台地上 但是 我不讲造原史 有机会我争取讲一次 这在我的培训里 可能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衣食不愁了 或者我不想过了 我就讲造原史 我现在没有 没有像维艺术星 以及经约时代 你懂点事 学生就会养着你 所以 我只能把我的造原史封起来 你们记住这个结论就好了 在罗马 在意大利 在它的造原史上 台地花园 已经是一个定型的非常好的东西了 在台地里面 你要连接台地用的就是大楼梯 对吧 所以实际上这东西在室外已经非常的多了 而且它极有纪念性 而且这个中间的部分 它通常都会跟流水相关事件都被纪念的 那么现在两边才是用来走路的 在这我们看到了 这是后来了 因为早期的去留在比较少 那么这是维尼奥拉做的 朗特花园 那么在这我们还是看到 对吧 但是维尼奥拉 奥拉学的是谁 这是台地元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巨大的高叉 以及这个塔固状的这个表现里面 意大利人表现最主要的两个东西 一个是洞窟一个是水 那么以及在 这是坟地钢宫 侧面的做的这个就是 后面我们会讲柏拉蒙特 以及拉菲尔都做坟地钢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当时在博马 在意大利地区做的几乎所有的 室外的这个造园 现在我们叫景观 基本都是围绕了台地组织 而且它基本上都是会一个 中央的一个大踏步 作为整个景观组织的中心 而且这个还符合三段式的逻辑 当我们看了三地风中的这个时候 我们再看这个翻译四层相识是吧 所以尽管 米康朗基罗那么牛 他仍然没有发明任何事情 他做了一个选择 他做的这个选择 也仍然符合阿尔伯蒂所说的 对吧 米康朗基罗之前说了雕塑那句话 我只是把我的作品从石头里放出来 就是在阐释阿尔伯蒂的这个论雕塑对吧 那么在这儿我们发现 他其实阿尔伯蒂所说的选择和布置 他做的一个选择是 他选择台地花园里面的高叉连接方式 作为一个楼梯的方式 他的布置是把它放在一个纪念型的大厅里面 从此他因为做了这两件事 他其实没有发明任何东西 说过在这种 他发现阿尔伯蒂的故事 对吧 中间的这一条非常像流水 两边的才看起来 才像是走人的 他在这实现了楼梯的继练性 通过了一次选择和一次组合 所以我们看这个厅 非常的有趣的地方就在于 他只是用来装这个楼梯的 所以这个楼梯是一个展品 所以他现在做这件事 其实跟杜上 把小便职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 摆在美术馆里面做展品 其实不相上下 因为我们知道楼梯原本是一个什么东西 从此之后楼梯就开始变成被表现的中心 这是谁设计的 达芬奇 达芬奇当然他有开仙盒去做 但是他真正开仙盒的不是楼梯 达芬奇晚期他旅居法国的时候 做了一个螺旋楼梯 一旦楼梯可以被表现 最多的楼梯是什么螺旋楼梯 在文艺复兴 它其实是一双螺旋 你们看出来了 它不是一个这么转上来的 这一跑上的人 他一定不是从这转过来 他其实两跑楼梯扭在一块的 所以你能出现在哪支上完全体决于你上去的时候 你从哪一跑上去 完全有可能两个人离得非常的近 他谁也够不着谁 所以由此也引发了很多文艺复兴开始有很多文学 像偷情啊 这些事都会出现在楼梯间里面 当然还有一本书叫做《城市》 是John Raider 就是约翰·李德写的一本叫《城市》 里面提到达芬奇还阐释过 他设计螺旋楼梯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达芬奇提到在双跑梯 就是他发现在这个公寓的双跑梯啊 别人说过去是没有入户的厕所的 就是人要方便的话 只有三种选择啊 一种选择他一般不会选择 就尿在自己家里 再有个人跑出去到附近的河边啊 去方便 有很多人既不想跑远 又不想尿在家里 大家知道双跑楼梯会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 休息平台 这个地方不在任何楼层 它很隐蔽对吧 又很少有人经过 达芬奇发现双跑楼梯在公寓里面 通常它就变成厕所 所以达芬奇是从达芬奇开始 螺旋楼梯广泛地开始应用于各种公寓里面 达芬奇的潜台词让你尿 在解决一个城市问题啊 当然这个说说有点不显风情 但是所有的 我们发现让你尿这件事 只是解决了一个起点 对吧 理想博的起点 这些功能问题 但是达芬奇有办法 让这楼梯看得如此美妙啊 以至于他之后有一个建设大师 这个人叫帕拉迪奥 他的建筑四书里面 给出了一个加强版的达芬奇式的楼梯 我们看到 你看着会有点晕是吧 这是一个四跑螺旋的 也就意味着他有四个不同的起点 我们看一二三四 你放从哪上来 他很有四拨人在上面走 你在同意标高谁也够不着谁 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起点来自于哪 来自于达芬奇的双跑螺旋贴 而真正在纪念楼梯的始祖就是 就是米开朗基督 所以我讲建筑是只讲传统 不讲核心 那从此实际上 他除了在外面被表现 那么到了维尼奥拉的时代 这已经到了文艺复兴的晚期了 他也开始在内部 不敢认他 所以 我发现在外面被表现 在里面也会被表现 他都来自于 相近的东西 但是伟大的建筑师 永远能发现他 可以被表现 可以被做到好的那一面 所以我们又会回到这儿了 这一步 像展品一样 被供在这座厅里的 他做得如此生硬 但是开启了一段 楼梯 所以在这儿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是 它的另外一个传承是 既然 它的这种大踏步来自于 户外 户外的景观楼梯 景观踏步 所以 我们紧接着也能明白 我们看米开朗基罗 在这个内部 我们叫做内装修 对吧 他用的所有的要素都是什么 都是户外的要素 对吧 他开了若干的盲窗 窗圈 让这个看起来是在户外 这仍然来自于选择 所以尽管说 他发明了好多东西 但他究竟发明了什么 我们可以慢慢找 但总之 米开朗基罗 所以其实在古典主义 这个 学者的 严厉 就这个其实发的是 米开朗基罗在跟甲方汇报 汇报方案 跟主教 这个时候他汇报的哪个方案 我们认识 但其实这也有汇画表达 特别有趣的地方 他跟那个 就是最后晚餐一盘 坐一边一样 那边咱不知道品变什么 有什么可汇报的 只是点点 但他必须得让这个卷下来 他为什么呀 让我们知道他汇报的是 勞伦奇安大图书馆 让我们知道这个人是 太郎基罗 那么 他创始了很多东西 就包括 他开始把古希腊的药素 开始比较 就非常 装饰化的 他不作为洞口本身 而是作为窗套 那么 三角形的这个山花 和这个弓形的 玄形的山花 是用来纪念什么呀 纪念古希腊的传统 和古罗马的传统 对吧 那么基本上你要画成简图 就是希腊的建筑室 罗马的 希腊的建筑室 罗马的 在这儿被打断了 进入了米开朗基罗的建筑室 后面会讲到为什么会打断 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事 什么呢 文艺复兴的这个几乎所有的这个建筑 它的底层几乎都是凿毛的 都是粗糙的 然后它通常来讲 除了其实有很多立面水平像的 就是数值像的三段式 它并不一定都有 有很多会牵强附会 但它从层高上的三段式 通常都会有 它为什么会如此清晰的区分啊 其实这个我到讲巴洛克的时候 还会再讲 我再简单提一下 在古希腊的建筑里面是没有多层建筑的 纪念性建筑 但是在文艺复兴的时候 开始出现多层的浮地或者公寓了 这个时候你找不到这个比例体系 或者说 它应该是一套开间的体系 对吧 但如果说这三层你给了一套 你究竟应该用哪套 其实这事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 所以在这三段它分别讨论的时候 其实是首先第一层就是台积 上面两层分别归属于不同的比例体系 大家明白 其实这跟叠注式的道理是一样的 它为了保证所有要素本身是严格精确的 所以它在美提奇家庙里面 所以就实际上从劳人奇迦那图书馆以后 我们发现米特朗基罗特别喜欢把 把作为室外的这个 就是药素 变成装饰 装饰药放在室内 这个是美提奇家庙里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为什么会打断这个山花 两花都躺在雕素 对吧 我们不要忘了 它是伟大的雕素夹 所以它带房子 实际上 有大半数为了卖它的雕素 所以它会做很多窗 但是这些窗它同时会变成龛 龛会变成神龛 于是就供着美提奇家族的这些后裔 所以从它开始 一旦你可以把室外的东西 建筑的结构药素 作为一个装饰药素 用在室内的时候 而且你可以为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发现 这是叫皮亚城门 这城门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 可是现在的 它有点让我们想起迪斯尼 对吧 这东西 现在的说法也很后现代 所以这东西你会发现 第一次出现了打断的山花 在这儿是为了放皮亚城门的 这个路程的许可通知 说明 在上面是为了放什么 这个东西叫文章顿 是为了放它的雕素作品 所以米开朗基罗开始把山花打断了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私人原因 是因为它要把它自己的作品 放在被打断的位置 那一个东西一旦被打断了 它就特别容易被引起注意 对吧 然后再把自己的雕素放上去 我是它 我也想看看 然后实际上 这个不是皮亚城门 最有革命性的东西 那山花断的是有革命性的 断裂的山花 是巴洛克建筑 最重要的一个 标志性要素之一 对吧 其实它不是巴洛克创生的 完全来自于米开朗基罗 它又上面又把这股权了 一个衔性了 再者我看它有窗 对吧 它的这个山花断这一边 我们发现 它都会开始用一些雕素 用背壳啊 会打断各种部分 把装饰给镶进去 这个东西有意思 它挂了两个镜框 这个东西 没窗 这东西是要素本身 包括这个哈 它圆形的窗 之前非常的好建 然后它做了两个窗套 像一个柔软的 就给搭下来的一层 然后还有一个最逆片 它是这个 它之前从来没有 艾奥尼的这个柱室 只能用在柱头上 这是希腊先贤的这个戒律 对吧 所有文艺复兴的大师 没有任何人敢这么干的 只有米开朗基罗敢这么干 从这开始有了手法主义 手法主义讲的是什么 是你通过操作手法本身 来操作形式 这个时候它已经没有前提了 对吧 它割断了这些建成要素 比如说我们之前讨论过的 维特鲁维讨论多利克的 也会讲到齿形岩口 跟这个飞岩托式 不可能出现在一个建筑里 对吧 因为从募构逻辑上 它是同一类构件 它不可能从而出现 然后包括到 到唯一复兴的时候 到波罗敢列斯基的时候 仍然是 你一定要严格地保证这个比例的 这样它才是 古希腊的这个要素 它仍然是会吞回到 古希腊的这个比例体系里面去 米开朗基罗是第一个人 只关注要素 而切断它所有的来源 只利用要素形状本身 用它来组合排列 但是前提仍然是什么 它所有的要素本身我们都认 它只是通过它的故事排列 所以它仍然没有走出阿尔伯地所 所递建的这个建筑美学的 基本传统和基本的操作方式 只是一个极端化的操作 其实从米开朗基罗开始 首华主义也从来没有超出过这个丰富度和割裂度来 一直到有机会我讲后现代 你们会发现 其实也无非就是约等于这个 你看这个窗套挂在这 你别说是一个古典时期的 现在你说让你这么干 很少人能这么做 但是它的比例 所有的这要素的结合 其实又极其扎实和清点 这个虽然是在文艺复兴的 但是它比所有的巴洛克建筑还都跟巴洛克 那么在之后我们看到大量的 比如说扇花会被切断 然后被嵌入这个雕塑性的装饰 都来自于米开朗基罗 那么它的广场 其实我讲巴洛克的时候 会再次讲到巴洛克式的操作 为什么是可原形的 那么米开朗基罗 他平生所做的最大的一个建筑的设计 也是他最后的一个建筑设计 就是圣彼得大教堂 之前我们讲到 唯一复兴的建筑史的 开始的那生礼炮 就是一个大穹顶 也就是佛罗伦萨主教堂 是由佛罗尼亚列斯基的 而唯一复兴建筑的结束 就来自于圣彼的大教堂的曾经 那么这个教堂 前天后后加上广场 在了160多年 百年征 征风多少事 两个十字 几代恩仇 我们会看到 一直纠结在一组非常重要的 不同的空间类型的纷争上 这是一个 我大致梳理了一下 圣彼得大教堂的 这个工程的编年史 1505年 也就是在文艺复兴 其实刚刚进入盛期的时候 16世纪初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立像 尤利乌斯是一个马上教皇 他是一个有军功的教皇 所以铁腕就非常的 这个就是是有气魄的 所以他其实是 他盖这个跟佛罗伦萨主教堂的 这个纵是一样的 他要在梵蒂冈 盖一座历史上 从来没有人超越过的大教堂 当然他把这个穹顶的这个 这个直径 也设定在42米到43米之间 是因为 博罗奈列斯基也死了 这活该怎么干 对吧 就是超出这个 没人知道怎么干 但等于这个 有可能还知道该怎么做 最早 中标 设计中标的是 柏拉孟特 待会我们会讲 柏拉孟特 文艺复兴建筑室 也是宗师级的 对吧 泰山北岛 柏拉孟特 其实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背后一直有一个更伟大的人在 在一直跟他讨论和研究 那个人叫做莱昂纳多 达昆奇 其实是两个人共同的成果 当时柏拉孟特 主持这个设计 用的是希腊诗字 其实希腊诗字 之前我讲拜占平的讲 其实是拜占平诗字 也是集中式的平面 对吧 大家能理解 是一个巨大的雄顶 所控制的一个 纯粹的大空间 中央式的集中式的布局 柏拉孟特 当时的两个助手 在后世都是 在文艺复兴 能排进前十的建筑师 一个叫做佩鲁记 一个是小桑加洛 也都是丁丁大名 佩鲁记的 有一个学生叫做塞里奥 也是开启了 这个守法主义的 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师 我讲巴洛克的是 在讲塞里奥 实际上 助手都是宗师级的人物 小桑加洛是革新了 波罗乃列斯基的 起重机技术 就是实际上是 文艺复兴 是因为有小桑加洛 才得以把那么多封尖杯 都戳在这个大教堂的前面 之前不是不想戳 是不知道怎么搬过去 是小桑加洛的 就是更巧妙的 起重机技术 才得以实现了 这个景观史上的奇迹 用的是希腊十字 那种集中平面 而且 柏拉孟特的主张 就是我要把万神庙的穹顶 举起来 放在和平神庙上 但是和平神庙是什么 和平神庙是 有史以来 西方建筑史 有史以来最大的 巴西利卡 而万神庙是 西方有史以来最大的 穹顶 所以他一定是个 希腊十字 1513年 教皇帝奥十世继位 主张拉丁十字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发现 教权 越主张教权的时候 会越主张拉丁十字 但是我们会看到 因为有唯一灭点 我们前面讲到 这个其实 或也是 波罗奈列斯基闯的 对吧 一旦我们认识到 灭点这件事 一定希望这个空间 是狭长的 也获得一个灭点 对吧 而一个大 控制性的大空间 没有灭点 对吧 整个视线都是散了 这时候刚好 利奥十世 号到伯拉梦特 死掉了 他任命了一位 非常顺从的大师 那人叫做拉斐尔 但拉斐尔 拉斐尔是 是当时唯一 就是 主张拉丁十字的大师 但是他也不见得 主张对拉丁十字感兴趣 拉斐尔大家知道 他一直想当教皇 就实际上 他是怎么死的 其实就是 他其实差点当上 弘一主教 就是教皇当时 就是有一天 他特别想念拉斐尔 然后他就跟几个人 就是跟几个主教 坐在那儿喝茶 就说咱把拉斐尔叫来吧 拉斐尔当时不在罗马 在弗洛伦萨 就派人去找他 跟拉斐尔说 就是教皇有急事要见他 这是关心到你们的前程 拉斐尔听下怪 快马嘉宾 抛出了几匹快马 终于跑到罗马去 然后 见到了教皇 教皇说 哦你真来了 就是 我就是找你聊聊 其实就开个玩笑 拉斐尔 当时回去就生了一场大病 就死掉了 据说那一天 四月一号 有一种说法 与人节 就是纪念这件事 所以拉斐尔你看 他那么听话 所以他从他当时的名气 完全是可以主持 圣彼得大的堂 待会我们看到 整个文艺处星的 这个建筑室里面 只有一位大师 没有掺和这个项目 就是帕拉调 其他顶尖大师 全都是死在这个项目里的 拉斐尔也是 所以拉斐尔他一定 对吧 他不管 他建筑上怎么想 他一定支持拉丁十字 因为他真的是 很努力地干这个活 他在这个 布拉孟特所坐的 这个中厅前面 加了一个120米长的巴西利卡 你还不让我当主教 对吧 但这事呢 就这个方案 实施了以后 就开始在 在建这个巴西利卡 其实这些逻辑 都是一样的 拉斐尔也不知道 那穹顶怎么干 他一画画的 怎么知道 然后布拉孟特又死了 比如布拉孟特死了 佩鲁记和小桑加洛 他同时就等于 就等于从这个项目组里面 就被踢出去了 那么拉斐尔就只能主持 去盖那个前郎 所以就玩命盖那个巴西利卡 盖了三年 马丁路德 就是那个前面讲到的 推行宗教改革 这时候导致什么 导致教廷的微信 变得非常的低 所以导致教廷没钱了 这个工程就烂尾了 所以你想 文艺复兴的任何一位艺术大师 都不可能去 去想一个宗教改革运动 对吧 他们 最重要的 甲方就是教皇 所以这个项目就烂尾了 烂尾了三年 拉斐尔死掉了 然后紧接着在这个项目 一筹莫展的时候 又迎来了一个更大的浩劫 就是罗马大劫量 神圣罗马帝国 也就是现在的德国 当时入侵罗马 就是占领了整个罗马地区 然后因为 在意大利人的眼里 看就是蛮族的铁皮嘛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丢勒其实 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 这个艺术家 对文艺复兴的 意大利的艺术家 都是五体投地的 所以千万别再说什么 但是咱们现在文化 如果这样下去 早晚会落后 那么 罗马大劫难的浩劫 一直持续到 1534年 就是教皇保罗三世继位 终于又有了点钱 重新启动这个工程 当时拉特尔也死了 但是他们那个时候 是征求过米开朗基罗的意见的 要知道因为 达芬奇其实他懂机械啊 但是他其实 他其实就是 就是对这个建筑工程 很少涉及 他涉及到建筑形式 其实很多 但是我们会看到 那么 当时 波拉孟特的一位弟子 是佩鲁记 就开始主持工程 佩鲁记干的第一件事 佩鲁记是懂工程的 所以其实这两位原本是 给伯拉孟特解决工程问题 佩鲁记是懂工程的 所以他干的第一件事 是要把这结构的墙体加厚 因为他知道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 一个教堂 其实 以原本拉斐尔建的 这个墙体的 这个 以及柱子大小 是完全不够用的 然后 他恢复了 他的恩师伯拉孟特 原本的这个方案 对吧 既然这方案在我手里 没得商量 我要用希腊十字 从他提出希腊十字 这方案开始 保罗三世 就把他给炒掉 怎么可能 对吧 然后 就用了 小桑加洛 小桑加洛 当时是 也像拉斐尔一样 唯一一个 就是说 我答应你 但是我讲 巴洛克的时候会讲到 小桑加洛 做的拉丁十字 其实从空间质量上 是高于拉斐尔 做的拉丁十字的 他是总建筑的 虽然 米开朗基罗 最痛恨 他平生 痛恨两个人 一个是柏拉孟特 但在柏拉孟特 死后和解了 其实 因为两个人 是一时余量 另外一个痛恨 的是小桑加洛 他觉得这个人 实在是没有本事 就是很粗粗 所以 米开朗基罗 就是一直 非常痛恨 拉丁十字 所以 就原本拉克尔死后 他就是 就是 他是 原本他 从背方上 最容易接手 这个项目 但是他没有接手 小桑加洛 恢复了拉丁十字 就继续盖 盖了 1546年 一个项目 长得长 他的这个 就是 就这个 这个变故 夜长梦多 小桑加洛 也死了 对吧 因为他 文副经历代大师 他都死在这项目 然后 这个时候 教廷 就知道 米开朗基罗 就没法用嘛 就用了 朱利奥罗马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在这个 首发主义 以及 巴洛克的 这个奠基来讲 朱利奥罗马诺 跟 罗马诺 跟米开朗基罗 是齐名的 所以我们知道 那个 这个 机器心 曾经画过一个 这个建筑人 对吧 就是 就是他画的 他画的是 不是机器心 应该是一个意大利的 这个 这样子画的 机器心的 这个 一个人体图 对吧 就是他的这个 什么高丸 是单下建三 什么 他的 他的位是斯卡派 他的耳朵 那里面写的是 米开朗基罗 或 朱利奥 罗马诺 就意味着 他的某些 操作的这个渊源 是来自于 首发主义 或者说是 巴洛克建立的 所以这个 罗马诺是当时 跟米开朗基罗 在建筑 在建筑学科里面 齐名的 当然在 在在在在在 在绘画和雕塑里面 没法比他 但是 考试多摩 罗马诺在接了 这个活以后 当年就死了 然后当时 教皇突然发现 文艺复兴的大师 除了米开朗基罗 死绝了 只好任命 米开朗基罗 主持功成 米开朗基罗 接这个活的时候 约法三章 提出了几个 对于教庭来讲 丧圈辱罗的条约 第一说 你要想让我接这活 你先给我把 拉斐尔的那个 巴西利卡给我拆了 别太好 说好 拆了 拆了 拆完以后 他说我要恢复 这个 波拉孟特 那个波拉孟特 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我说其实 波拉孟特还是不错的 而且 就是小桑加洛 当时 就是 在在做了 就是他不断地做模型 推敲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形式嘛 当时在专家 会里面 米康朗基罗 作为专家 去评审了 米康朗基罗 就曾经指着 小桑加洛 说这个东西是牧场嘛 然后 这个活在米康朗基罗 手里盖了17年 那么他主要是 盖这个穷顶 到1547年 这个 1564年 这个 终于 大概要盖起来 像米康朗基罗 还盖了几件事 他缩小了 这个 整个教堂的平面 否则 你这个工期 是去做不完的 所以他做了 非常务实的几件事 而且他也干了一件事 把原本方案里面 半球形的这个拱顶 改成了火球形 其实他做的事 跟波罗乃列斯基 非常的像 唯一复兴就出了 这两位总技术的大师 后来到1565年 这个吉亚科莫 德拉波尔塔 和多美尼克 丰塔纳 负责项目的收尾 这两位到最后一讲 讲巴洛克的时候 他们也是属于巴洛克 属于巴洛克本身的 开山鼻祖 开山北斗之一的 然后维尼奥拉 你知道吧 写建政古著室的那哥们 主持建造了四个古座 盖完以后塌了两个 然后另外一位 这时候已经完全开始 进入了巴洛克的时代了 你们看到 从德拉波尔塔开始 然后建前郎的 主持建前郎的 是马格诺 又恢复了拉丁十字 到1626年 教皇沃尔湾巴士 才主持了洛崇典礼 所以其实从这个建筑 本身来讲 盖了一百多年 但这事还没完 到1667年 贝尔尼尼主持设计 那个广场 贝尔尼尼的助手 叫伯洛米尼 这时候已经进入了 巴洛克建筑的盛期 这个项目才真的做完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研究文艺不兴 我们研究胜利的 大家的朋友 我们从第一本方案开始 中标方案 是达芬奇与伯拉蒙特提出的 这是伯拉蒙特 这达芬奇 所以我们看到 基本上 拉贝尔画的那个 就是雅典学院的伯拉图 就是画的就是达芬奇 你知道米开朗 亚里士多德画的就是 米开朗基罗 但他也在里面 是一个小角色 但是唯一一个看着 报道外面 唯一一个看镜头的人 是他本人 其实我们都很难分 左边的这个是伯拉蒙特 其实这个房子盖起来 是 达芬拉奇教堂 的这个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集中式的平面 实际上 它更接近拜占庭的教堂 所以叫做希腊十字 那其实右边 达芬奇很少主持建筑 但是他其实因为跟 伯拉孟特 关心特 也好 所以他也推敲了很多建筑形式 我们发现这两个其实 如出一辙 对吧 基本都是一个立方体 加上半球体 组成的 都是方形和圆形 下一条我们会讲 这个来自于维特鲁威 所以我们发现 这个时候建筑体量的表达 和阿尔国地 那个时候在讨论这个建筑立面 的时候完全不同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讨论整个建筑的体量 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涉及到空间问题 所以有建筑一定有空间 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建筑里面都讨论了空间问题 给我们看到这个是 它的渊源 就是来自于拜占平 拜占平的希腊十字和 哥特的拉丁十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其实它并不来自于这个十字的形状 而来自于它 因为希腊十字里面有一个纪念性的大空间 第一 只有这种空间 它才支持拱顶的表达 大家理解 但是这种空间 它一定是空间的纯粹性 本身的体量是占主导地位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看不到面 对吧 而在一个哥特的教堂 因为它是一个狭长的平面 所以它一定是有这个面 但在这儿空间本身的体量 并不被表达 表达的是一个纵深方向的方向 而我们知道其实 这个拉丁十字它最有例子 是上帝在这个位 这是约会的位置 这个地方才是圣堂 所以尽管这个再长 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在中间是有 就是这几个游行的 这个宗教旅迷的 这个仪式的这个空间的 而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上帝 对吧 你没有道理把上帝摆在中间 然后你举行仪式 然后你到了这儿以后 你还去干嘛 对吧 就是这事就变得非常古怪 所以这是为什么 一旦教廷掌权 当教皇前程的时候 一定是希望是 就它是一个拉丁十字的 这是一个假方的功能需求 对吧 就是 但是建筑师要干的什么 建筑师第一 他要在这个结构上 实现万事庙式的这个奇迹 另一方面在空间表达里面 只有这种大空间 才是空间本身纪念性的表达 所以这个导致了 圣彼得大教堂里面 建筑师以及假方 这个水火不容的冲突 所以这个是德拉德拉西教堂 就是伯拉孟特设计那个 所以我们看它基本就是一个 集中式的平面 对吧 它非常的拜占庭 在这里面穹顶 其实并不大 是因为伯拉孟特本人 它的工程技术 其实也有限 但是它基本上实现了 最基本的这个 希腊十字的这个布局和 核心这样 对吧 你能看到这个 拜占庭十字的这个约缘 但其实它更早的 源源在于哪 是在于它几何不变性的 谭比埃多 谭比埃多的这个 它的本意啊 就叫做小型神庙 因为它谭比埃多最大法是什么 它符合最大化的几何不变性 我讲伯拉图多是讲到了 对吧 这个神庙 不管你在它什么角度 它都是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它符合 伯拉图多所讨论的一个形式 它不变对吧 它更接近美的那个原型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建筑大师 它都不希望是一个 有起点有终点 它各自不同的拉丁十字 对吧 来自 当然这个也来自于 高级的这个 希腊的神庙 尔菲的这个圣地 伯拉孟特的 就是中标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 就是它的设计说明 写的气势雄浑 这是在整个建筑史上 除了我建造的 费迪亚斯写到的 它的宙斯像的设计说明 费迪亚斯 就是谁儿子 雕造了我 另外一句就是这个 伯拉孟特说 我要把罗马的万神庙 举起来 搁到和平庙的东西 这是万神庙 他把它举起来 搁到和平庙的东西 这是西方最大的巴西里卡 到现在 当然是最大的巴西里卡 于是就有了这个平面 所以 他也知道 画一张纸就够了 对吧 因为它完全是对称的 这个双周对称 也更接近什么 潘米埃多 对吧 它更符合 几何不变性的这个表达 在这我们能看到 那四棵树的 对吧 就这里面 空间还非常的大 完全支持 集中式的 这个大空间的表现 所以我们发现 对吧 一旦有灭点了 这里就有上帝了 就这个空间 就会丧失 它原本的表达 就会在整个 后世的序列里面 空间的独立性 会被消解掉 这是拉善的平面 所以我们也明白 最主要 建设大师不能容忍 拉丁十字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在内部 这作为灭点 而这作为这个整个 就是大空间表现的核心 其实它是不合一的 它会有互相争夺的状况 这也导致了 我第七讲会讲到 小桑加洛的平面 其实比拉费尔的平面 更合适 那么在这儿 还有一个 让建设大师受不了的事 是我如果真给你盖起一个 四十多米跨度的穹顶来 前面盖一个一百多米的 这个前廊 这穹顶还能看得见吗 这事是 对吧 大家都明白 好的建筑 一定是金玉其外 败去其中的 对吧 你金玉其外 金玉其中 就已经是不合适的事了 但是你如果 败去其外 金玉其中 你盖了一那么大的穹顶 最后你看到是一柱廊 这是为什么 拉费尔的 这个平面 为历代建筑大师 理论师 理论大家所唾弃 后来好在拉费尔死了 在拉费尔我们看到 它结构尺度 还都特别小 佩鲁记 接手这平面的时候 做了一系列 非常务实的事 所以如果没有 佩鲁记的工作 米开朗基罗 也很难在 他有生之年 真的让这个 教堂风景 我们看这个 结构和空间的比 这里基本上 不剩什么空间的 对吧 这结构一比一的 对吧 这个土地关系 你知道哪 哪是支撑 哪是空间 这个非常的大 它基于佩鲁记 非常知道 以这个规模的 这个建筑 其实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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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特建筑 清零是骗人的 对吧 佩鲁记也知道 这事 所以他把这个 他第一 恢复了 布拉蒙特的平面 模式 另外一个 它加大了结构 使这个建筑 可以开始走向可行 但可行 它被炒掉了 这是小桑加洛的平面 其实跟拉费尔 不一样 拉费尔你看到 它其实就是在 在布拉蒙特的 那个前处加了一个 拉费尔对这个房子 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他只是想拿这个 讨好一下教堂 但是我们看小桑加洛 其实修改了方案 这个两臂更大 但是我们发现 它作为盛藏的地方 被极大的减小 并且被再往中间的 这个大空间里面推 对吧 我们看到这个倾向 但是相应的 看起来好像这个 这个前廊的 这个巴西利卡的 重身好像也重长了 所以教皇倒是挺高兴这事 可惜小桑加洛死了 当时 你可以看到小桑加洛做了这个 做了这个模型 你认得他吧 刚才见过一次 米开朗基罗 还有一个证据 证明他米开朗基罗 是因为他穿着拖鞋 这事在广东应该格外的不可乐 他为什么 你们去读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 他那个为了做 就是做那个 就是 他做了几个事 大卫像是他雕的 对吧 然后西子平教堂的这个天井画 牧师审判那些是他画的 他为了做这些事 而且他又瞧不上 就是他没有助手 他助手除了端插倒水 不能做技术活的 他都看不上 所以都是一个人在工作 所以 就是我们看他 他拱着腰 这个画的非常的史学 他拱着腰是因为 他画天井画的时候 其实就把腹肺给伤了 他一直是养着的 就以至于他站直了以后 不会走路 然后他工作的时候 一直穿着他的皮靴 以至于他脚一直在皮靴里呕着 然后到几个月以后 他干完活以后 他的助手 是把他的靴子割开以后 才把他脚拿出来 从此以后 他就穿不了鞋了 所以 这个代表他是米开朗基罗 文艺福星只有一位大师 穿不上鞋 他指着小桑加洛这个 这是放流的牧场吗 我们也知道 作为专家 但是他背份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 教皇除了不让他干这个活 也不能拦着他骂人 小桑加洛也没办法 也很无奈 教皇 你别找我 我没听见 米开朗基罗在接手的时候 他和柏拉梦特在活 柏拉梦特活的时候 水果不容 是一时余量 互相之间都很少提到 但终于他把柏拉梦特耗死了以后 我们终于知道 他其实非常的崇敬 柏拉梦特 他讲到 没有人能够否认 柏拉梦特 是自古以来对 卷主学的把握 最为纯熟的人物之一 他所遗留给我们的 圣彼得大教堂 最早的设计方案 不是那种杂乱 无章之作 知道他指的是谁吗 小桑加洛 是吧 而是一个清晰 简洁 赋予启发性 并且在不损害建筑的任何部分的基础上 加以分解组合的矿石之作 他在这里面阐释的仍然还是什么呀 二国地的建筑理论 对吧 整个文艺复兴 以及古典主义的建筑理论 都是希望在一个清晰 简洁 赋予启发性 并且不损害建筑任何部分的基础上 加以分解 组合的矿石之作 而这是一个美丽 而又清晰的设计 如果任何人 其实不是任何人 脱离了伯拉梦特的这一体系 如小桑加洛 所做的那样 他就背离了建筑学的真谛 以此作为宣言 他也警告教皇注意 不要改落的方案 于是有了米康基罗的平面 我们发现有几个 首先它的柱子仍然很大 另外我们发现 其实原本的几个侧廊 就十字的四壁 其实都被做成了 就是整个的半圆形 其实是非常规模大的 被它收窄了 以至于原本这项的 认为正方形的 其实它更多不像一个十字 而像一个菱形 但是缩小的一个建筑的规模 是他太清楚了 他已经目睹了 他之前所有的 我们一分建筑大师 都是因为死掉 以后方案被改了 所以他不惜 消减这方案的工程量 一定要保证 他而且拼命地活 一定要保证 这房子得在他眼皮底盖起来 才不会被改 但是其实后来 我们发现他也天真了 所以终于他把这个盖起来 而且这个 这个穹顶的直径 超过了四十米 这时候我们突然发现 它是把一个什么 这是半神庙 我们可以称它都半神庙 但其实它更直观的 是一个坦比爱族 在这一刻 其实文艺复兴的建筑大师 对建筑外观体量 以及对他几个无变性的讨论 其实真的在米开朗基罗 虽然他是一个革命者 虽然有手法主义 但是我们在这儿 没有看到任何 貌似手法主义的东西 就是我们甚至在前面 看到勒伦奇亚纳图书馆 以及皮亚成门 以及他的手法主义的时候 我们不能想象 米开朗基罗会很穷一生之力 用自己剩余的建筑生涯 去操作另外一位建筑大师的品面 而这个大师活着的时候 跟他炒了一杯子 这是学科的力量 这几个小古座 他死了以后 基本上大师 文艺复兴的建筑大师 能处理的这个兄弟的规模 就直接成这样 而且维尼亚奥拉是盖导的两个 而在这个内部 实际上我们立即能看到他的损失 这个是后来被 被卡罗斯·马德诺 加建了前廊以后 我们会发现 原本这个底下的大空间 其实被这个动身方向的这个视轴 其实遭到了非常大的破坏 但这也没办法 因为米开朗基罗活着的时候 真的就是盖成这样 人不能与天斗 终于把它耗死了 就加了这个 它仍然不影响 其实加了这个以后 这个穹顶 所以我们发现 大量的拍摄这个 都是鸟看的 才真的能表达这个穹顶的意境 所以我们想想象一下 之前拉斐尔120米的那个前廊 多么一个毁灭性的 为什么不为其他的建筑师所用 那么第七讲 我讲巴洛克的时候 我会讲到 比尔尼尼做的这个广场 所以我们发现 文艺复兴的旗旨 来自于两个重要的事件 它的开始来自于 波罗纳列斯基所做的 波罗纳萨主教堂的穹顶 而当米开朗基罗看着 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 封顶的时候 终于含笑九天 这个时候差不多 文艺复兴也含笑九天 那么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位 扎实要讲 它是前面我所讲过的 唯一没有被卷进圣彼得大教堂 死在教堂外面的那位建筑师 说他死在教堂外面 也恰恰是因为这位建筑师 一辈子最主要的作品 都是私宅和别墅 他很少做教堂 所以它是世俗建筑的神圣诉求 但是在帕拉第奥之前 基本上世俗建筑是世俗建筑的样子 只有像弗伦萨主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那样 才被建筑大师拿去讨论至高无上的建筑形式 而是从帕拉第奥开始 神一样的建筑形式 开始被诉诸于世俗的私宅建筑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说在建筑里面 如果建筑思想上有人文主义 这个人文主义是从帕拉第奥的时代才开始的 帕拉第奥的功绩 当然最有名的是它的园厅别墅 但与园厅别墅的 它的意义相比间的不止一个园厅别墅 那么起码有十二种类型 上百个别墅 不分高下 那么我们所熟知的帕拉第奥姆提 而以它命名的帕拉第奥姆提 恰恰不是它的发明 那么它写了建筑寺书 是承袭了阿尔伯地的论建筑 继续开启了西方建筑史的传承知识 那么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 比如说帕拉第奥他所提出的 因为其实维特鲁威建筑史书的伟大不在于这本书本身的伟大 在于建筑史书以后 从布拉孟克开始经由米开当基罗拉菲尔 包括帕拉第奥贝尔尼尼 一直到今天 所有的西方的建筑理论大师都在戒读那本建筑史书 所以以其说它是一本圣经 以其说它是一本书 不是说它是一个书架 实际上它一部建筑史书的解释是 几乎就是整个西方建筑理论史 那么帕拉第奥对坚固是用美 但其实这个已经是经过了阿尔伯地的解决 他对坚固的诠释其实对后世的影响非常的大 他提到一个建筑的坚固是一句废话 如果不坚固它很快就不是建筑 所以建筑的坚固应该是看起来坚固 后面我们也看起来 所以帕拉第奥是在那个已经开始 接近的开启了巴洛克的先河 由于米开当基罗 这位伟大的大师有众多的不成才的追随者 已经开始变得很纷乱的时候 帕拉第奥一方面远离了 圣彼得大教堂的纷乱 另一方面他也成功地远离了 首华主义的纷乱 但是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 只有他的声音 尤其在他的同代 最为语音绕招 所以他其实他出生在就是生于文艺复兴的圣期 那么他其实在他真正登峰造极的时候 文艺复兴已经进入了中晚期 他也是石匠出身 所以上大学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处 剥夺了我们做石匠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所有的石匠都能成为大师 所以仍然需要智慧 但有的智慧上大学也无妨 他1570年 其实他到62岁的时候 才出版了他的建筑四书 在那之前很少有成系统的文献流向 然后从他开始才有神庙一般的住宅 在他之前都是住宅一般的住宅 无论好坏 帕拉第奥姆提是用帕拉第奥命名的 以至于现在除了叫他帕拉第奥姆提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 但其实这个姆提不是他的发明 但却是由帕拉第奥 阐释了他最伟大的 最强大的姆提功能 那么他主张的白色神庙 在帕拉第奥之后一直没有被响应过 直到在他之后 有一个时代 从现在看起来有点像文艺术军教的 现代主义 他的白色神庙 才被一个叫做勒科布西耶的人 重拾起来 开启了另外一个时代 这是他的远通别墅 世人都应该认得 对吧 不是 如果说我们跟建筑学科相关 一定应该认得这个 对吧 但在那之前我们要讲很多前提 我们要讲讲私宅建筑 以及建筑的立面 其实在帕拉第奥之前 私宅建筑的形式 其实就是一个立面 那私宅建筑是这样 这是文艺术军的第一个福利 是米开罗索 大家知道 米开罗索也在学 波罗尔埃列斯基的柱廊 对吧 我们已经看到了 美提琪府里的这个中厅了 他的外部形式 我们看到其实 所以这件事也不是米开罗索罗发明的 对吧 我们发现他 他的底部都会非常的粗糙 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 有一种有趣的说法 就是 就是有一次 在开玩笑的时候 我们董老师聊天 董老师说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因为文艺复兴那时候 他们去庞贝遗址去考古 对吧 庞贝遗址 因为火山会都埋了 跑出来的这个 被埋起来的部分 一定都是操的 所以他们都做成这样 但这事我真想了很久 原来 但是我不知道 董老师在开玩笑 我就拼命地去研究这事 终于我找到了 有一份文献 讲到 在16世纪的时候 维尼斯 曾经颁布过一个政令 是总督颁布的 斥令 维尼斯 以及整个意大利北部的建筑师 不许再用毛石来 砌住建筑的底层了 因为石头太贵了 那时候面临经济危机 就不能用石材再做了 你必须得用砖 但用砖就意味着 表面一定没有那么 那么粗糙 没有石材本身的纹理 所以导致了 当时建筑师想了另外一件事 他们会用砖 砌住底下 然后把那个砖凿毛 死活也要让它粗糙 那么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会发现 它其实底层 它很少用建筑的形式 对吧 它用的像所有这些动画 包括它粗糙 基本都是一个台积的做法 到上面才开始 真正的进入了建筑形式 在这我们仍然能看到 古希腊的这个传承 尽管是石头 砖石建筑 它仍然在表达木结构 这是什么 齿青眼口 对吧 正正正在表达木结构的逻辑 以及在这 非常细密的齿青眼口 那这个其实不是齿青眼口 这是非烟脱式 为什么 因为上面其实有坡顶的 这为什么是齿青眼口 大家知道齿青眼口是什么 逆凉平顶 对吧 因为这是楼板 对吧 理所应当是齿青眼口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他们仍然在延起古希腊日中 这个时候还没有手法主义 你看到帝国还没开始 还没有开始淘气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私宅建筑其实 成如阿尔国利的这个建筑设计 以及它的这个定音来讲 其实定音的都是一个理念 或者说是一个有正方向的形式 对吧 就只有 其实是到了 圣彼得大教堂 才是真的在讨论空间 以及这个形体的形状 对吧 这是柏拉梦特的 这有点分裂啊 柏拉梦特设计的拉瑟尔釜底 这背部不对 对吧 拉瑟尔 我们后面看到 它设计很多釜底 它没有 这其实是柏拉梦特设计的府邸 柏拉梦特死了以后 拉瑟尔在最如日风中的时候 教皇就 因为他最有钱嘛 他就买了柏拉梦特设计的府邸 所以在建筑史上会 留下这个被称作 柏拉梦特设计的拉瑟尔府邸 那时间其实是倒置的 我们看拉瑟尔 不是拉瑟尔 柏拉梦特做的事 也非常的清晰 我们看这是一个两层的建筑 对吧 在底层 它用的是粗糙的石胎 以及完整的孔结构 在这里面没有注释 甚至它用做的来什么 希望让它看起来像地形 对吧 它只有在二层的时候 它开始用 开始用注释 而且在这儿 应该是多利克式的这个处 我们还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基座对吧 因为它希望这个更接近 古希腊的形式 那么这是多利克注释 所以离所拥担了 上面什么 三重板 多利克式的装饰体系 是一个大师范 对吧 非常地道做的 在这里面 这个区分其实看得最明确的 就它基本上 布拉蒙特的拉瑞尔府邸能代表文艺复兴 早期就是前帕拉第奥时代的这个私宅的最高成就 这是拉瑞尔设计的哈 所以我们看它其实做的就是这个立面 那么它底层仍然是粗糙的石材 用以做这个台积 然后在上面 你看它才真的开始做立面 所以这个建筑的这个比例 以及各种形式从这才真的开始 这是小桑加洛 这个 这个有点关公战情穷对吧 好多事儿 一旦你了解他们俩的私交 这事太可怕了 其实是小桑加洛死了以后 米开朗基罗接手了小桑加洛几乎所有的 所有的项目 所以这事儿我们也没法知道小桑加洛究竟做过什么 因为米开朗基罗一定是 他一定不希望这个小桑加洛做的对吧 即便他认同的东西我也不知道 在这儿我们看来它仍然是立面的对吧 它真正的形式就是在这儿它甚至没有这个桑呢 它只有羽藤 在这儿它会表现这个食材 粗重的这一面 这些手法是到另外一个大师 就是佩鲁记的弟子赛德奥 才开始完成了系统化的 米开朗基罗也没有为他的 米开朗基罗写了一堆诗 但是没怎么写建政理论 所以他的这个形式仍然是一个立面形式 而且分层讨论 我们在这儿看到了 但因为是米开朗基罗的手笔 我们发现建筑史上开始空前去 没绝后空前的出现了 这是一个手法主义 非常强烈的手法主义情节 虽然它不显 不像皮亚城门那么 看起来光阁外露离 它看起来很古典 但是这个非常的手法主义 我们发现 齿形眼口和非眼波是出现在了同一个眼口上 难道是因为米开朗基罗无知吗 但是它可以 这个是手法主义 拉特尔做的绝大多数的福音 其实都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 它即便在 在有这个窗边墙 以及门洞之间的地方 它也会开窗圈 这个让我们想起了谁啊 阿尔伯地 阿尔伯地在马利亚教堂里面 即便是十强的部分 它也会画出骨圈 会画出各种比例机制 那么在拉特尔 其实延期的一模一样的问题 就是 它即便在十强的部分 也要让你看起来 它要显卑的是什么呢 它要显卑的是 我所有的要素 本身都符合美其余颜色 而把它们组织起来的时候 它们是有机的结合 没有伤害任何要素自身 所以它所有的对位 有比例关系都非常严重 它说的就是 对吧 它为什么要这么干 在窗之前它要 在窗之前它要卡坛 为什么要这么干 它要说的就是这样 我所有的要素 所有的这个尺度比例的决定 都符合单一要素的严压 但是 一旦你希望这样 你会碰到什么问题啊 每个要素是 是可以由建筑师来确定 它的比例和尺度的 但是建筑整个的规模 是你决定不了 它取决于基地和这个建筑 本身假装要求的面积指标 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它必然会出现一种状况 就是说 一旦 我确定了 就比如说 劝助式 对吧 这个是启动的 从佛罗奈利茨基 又是文艺复兴形式的 建筑要素的启动机制 一旦我确定了这个以后 我有可能排完立变以后 我相信那开签之间 我可能达不到 是一个完整的开签 就最理想的是这样 但如果达不到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办 它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出现在 这个望景楼的话 就在梵蒂冈宫的那个 就是整个建筑群里面 是由博拉孟特设计的 所以 其实拉斐尔的这个建筑设计 很大程度上得自于 他对博拉孟特的学习 所以我甚至怀疑 他买下博拉孟特设计的福利 其实是为了 是为了偷师学艺 那么博拉孟特 其实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 是什么 他让两组圈住之间脱开 你们能够理解吧 所以他跟这个最大的区别 是这个时候 你必须得是 每一个拱圈都是一样大的 而我们知道 拱圈如果想不一样大的话 你马上就看出来 你没有符合 单一建筑要库的 和谐的这个匹配 对吧 你只实现了选择 并没有实现布置 当他把每一组圈住室 分开的时候 拖开中间 中间的时候 它变成两个要素 这个时候 中间是可以松动有弹性的 对吧 这个时候 不管你建筑整个的地面 长度是什么样的 我只要确定 这个最主要的 这个建筑母题 是不变的 我是可以实现 这个建筑本身 你看不到余数的 它没有除不开的 解释不通的东西 就是在中间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它从结构上 并无本身意 而从这扣开 它其实完全是 为了 对吧 这个结构本身是容易的 在这个时候 这种结构 单柱就可以解决 它为什么要用强度 不是因为建筑规模 而是为了 有这个建筑式的问题 可以让它拘运排度 那么 这种方式 到拉斐尔的手里 变成了这个 刚才我一直是用针绳 那么一旦这个方式开始 出现了以后 它解决了一层的问题 它解决了要素的 巧妙排波的问题 这个时候 不管你建筑什么规模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来处理 所以在拉斐尔手里 这个母题变成了这样 因为在这儿还是双柱 但我希望尽可能的 让这个门廊 更接近 波罗乃列斯基的 这个 伊诺奇迪医院 因为它极其开场 对吧 极其纤细 但在这个时候 你用 粗重的柱柱 其实是不合适的 在这个时候 拉斐尔 进行了一步推进 这是拉斐尔发明的 这是 它对人类建筑史上 最大的一个贡献 它把中间的这个柱柱的部分 变成了一个 由瓶券开间的一个开间 所以在这个时候 每一个母题 它就变成了 由一个券柱式 本身的这个拱券和柱式 形成了一个掀器的开间 加上一个瓶券的开间 而因为这个 有半圆形的拱券的存在 所以每一个开间 都要一样大 对吧 它才是这个反复 重现的 被建筑师摆布的 那个核心的建筑要 而这个瓶券 它其实是可以冲动的 它可以没有确定的比例 但是因为它上面是平的 所以它之间的比例 并不那么敏感 它并不会影响 这个核心要素 所以在这个 增了这个级别以后 我们突然发现 当一个建筑 当它落尾的开间 它没有其他中间的开间 大的时候 这个可以伸缩了 它仍然保留了 中间这个开间 都是一样大的对吧 它可以用这个来调解 这个最大的好处 并不 它本身 帕拉蒂奥 拉菲尔所发明的 其实是拉菲尔所继承的 布拉蒙特 不知道从哪 想出来的这个 帕拉蒂奥的问题 这是理论 延期的多了以后 就会出现很多这种事的 那么 当这个出现的时候 它并没有让 建筑比例的 巧妙的融合 变得更好 换句话说 有帕拉蒂奥 并没有让这个建筑 从美学上有提升 但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无论如何 我都能够实现 核心药素的巧妙布置 所以在这个时候 它降低了 布置建筑力面的难度 这时候建筑师不必 要不然我要过这么做 要不我就让这个洞口 不一样大小 让这个药素变得混乱 在拉菲尔开始 它相当于降低了这个能害 所以帕拉蒂奥母提 在后期被大量的使用 并不是出于这个母提 本身的美学价值 而在于它在相应的美学价值下 解决了建筑学的功能问题 大家能理解吧 所以在这一刻 注意我们发现 建筑里面的 作为开尖的 这个视觉开尖的要素 可以跟它作为结构的 开尖的要素 可以脱开了 它可以不发生 必然联系 这个开了一个先河 叫做自由利面 这件事也是在 数百年后 有一位叫做 勒科布歇的人 才真正把这个 接力棒接下去 但它为什么会叫 帕拉蒂奥母提呢 这张图 我们看见帕拉蒂奥 它画了一个整个的利面 画了一个平面 画的都比较小 它画的一个最重要的 项目是这个开尖 它恰恰画了一个 主要开尖和次要开尖的 一个对比 它为了表达什么 它为了告诉所有的建筑师 知道 拉斐尔的这个东西 是干什么用的 因为那时候已经有很多人 跟风的在学拉斐尔了 在拼命的用这个东西 但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个东西它真正优越性 和强大的力量在哪 帕拉蒂奥做的这件事 也叫做理论 尽管它写的不是字 它用的是一个图示 但是它在文字里面 也没有直接提到这个 所以这是理论家 该干的事 是一旦你 讲清楚一个道理 我们就知道 这事往后该怎么做了 所以大家 你们也知道该怎么做了 对吧 我也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是理论强大的地方 这个时候 它才有传播的意义 才有讨论的价值 那因为它出现在 帕拉蒂奥的建筑寺书里面 以及是随着 帕拉蒂奥的声明 广为传播 后来它被命名为 帕拉蒂奥问题 但它其实是 帕拉蒂奥继承和 系统化产式的 拉斐尔 甚至是伯拉弄 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两个 它非常的接近 但是 先不说但是 所以我们看到 这朱利奥罗马诺 刚才我讲到它了 那先 在那之后 文艺复兴的这个 伯罗乃列斯基之后 开始圈祝是 广为六情 在拉斐尔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什么 它来吊米皮对吧 它会广泛的被应用在 建筑的内外 廊子之间 因为只有这儿讨论的是 这个开间的关系对吧 严格讨论开间的关系 因为它的这个偏心 它可以不完全 跟结构逻辑对应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有趣的事就出现了 所以在相同的这个角度下 这个开间比这个开间大 因为你一旦推到转角的时候 你很难保证这个的比例 因为它又跟层高相关的 而且它又会要求 这个整个开间 能欠下两个完整的球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你的这个开间是定的 但一旦有了帕拉斐尔问题 所有这些立面问题 就都可以被推到角落里 在这个平圈的这个开间里 被解决掉 而且不着一丝痕迹 以至于到后面 即便是你开间相等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不值势力的人 也会希望 我做个帕拉蒂尔母题 因为帕拉蒂尔不可以加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 它姐姐觉得恰恰是 伯拉梦特 它又逼近这个状态 但是又不希望 伯拉梦特这个人 它的结构体系 跟它的开动的体系 跟它的这个整个装饰的 所有的体系 必须要非常精密的结合在一起 对吧 不容许一点差错 但是在这儿 所有的差错都可以 剩余到这儿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 其实 哎呀 说来说去 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 令人惊喜的创新 对吧 但我们看 伯拉梦特 其实它创了什么心 这个东西 帕拉蒂尔母题 其实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一个 凯旋门 对吧 文艺复兴的 大师不能容忍 他们的先人做的事 无非就是 你有三个拱券 这拱券的 这个缘又 直径又不一般大 他觉得这个 这个很不体面 所以他把它改成了评券 于是就有了 帕拉蒂尔母题 但这个解决 其实是什么问题啊 就是一个主要的 要素为了 你有一个面宽的体量 我从这儿过 所以 好不容易创新了以后 发现我们又 把历史的车轮 倒吹到了 一千多年以前 所以我们看到了 但是帕拉蒂尔母题 它解决是什么问题啊 是立面问题 对吧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 在文艺复兴的 私宅建筑里面 接触到外观体量 或者说 体量是作为一个几何体啊 不是作为它 它这个广义的体量 以及在它内部 内部空间问题 讨论过嘛 完全没有涉及过 真正伟大的这个体量 以及空间问题 都是在神庙建筑里面 讨论的 所以这个是 到帕拉蒂尔之前 维一复兴的住宅建筑 就是这个现状 空间讨论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接下来我们再看 园庭别墅 我就能开始理解 帕拉蒂尔和园庭别墅 为什么如此之有名 以至于张允和老师曾经认为 如果人类建筑史上 只剩下三座建筑 那这三座应该是 帕提龙神庙 园庭别墅 和萨菲伊别墅 当然是张老师的一家之言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也不太容易找到 更伟大的建筑 笔尖的感召 但是真的超越了 我不敢说不多 我没有找到 所以在这我们发现 比起这些 府邸王宫来 你看 帕拉蒂尔做的这件事 真的是 惊天地气鬼神的 但是在这里面 他没有 他没有创生任何东西 他实现了一个选择 对吧 仍然是 阿尔伯蒂所说的选择和固执 他选择了私宅的功能 他选择了 文艺复兴被 在圣彼的大教堂 已经落实了的 一个空间美学的结论 也就是神庙的集中式固执 然后他做了一个固执 是用那个 神圣的大空间来解决 私宅建立的问题 于是就用了原厅别墅 所以当了解前面两个以后 原厅别墅不用看太多 所以在这个时候一方面 我们终于开始 之前文艺复兴的建筑 如果你真的上网 以及在理论著作 或者图册里面去看 文艺复兴之前的私宅 摄影师拍的都是立面 对吧 其实是从帕拉调开始 摄影师他突然乐意 在一个45度的角拍这个建筑 他的45度角才有的可拍 来自于圣彼得大教堂的 这个集中式布局的 希腊十字的讨论 那么以及这个别墅不在意 人的名字 其实叫马尔坦坦塔 不是 其实叫叫肉什么 肉坦塔 就实际上 之前的府邸 比如说拉特尔府邸 都是以人命冠名的 但这个 这个别墅是以它的室内空间命名的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以空间命名的死宅 叫做园厅别墅 那么它实现的理想 它其实更接近谁的理想 尼路 更接近金宫 所以唯一复兴的前代大师 折腾了那么久 仍然是在利用尼路的理想 在盖神庙 但其实真的是到了 帕拉迪奥 金宫的理想 它真的实现了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它四边是一模一样的乾廊 在这里面 它仍然没有做任何革新性的工作 它的乾廊 其实就是古希腊的神庙 而且 对吧 就是最早的宙斯神庙 就是六处 其实比巴黎的 在古希腊时代 更加的常见 在这里面 它用了艾奥尼的注释 它没有用克林斯 有意思吗 在这里面 因为克林斯的注释 是为了让这个乾廊显得细 但一旦 当你回来 希望让它 像一个古希腊的神庙的时候 你又恨不得它粗一些 对吧 那另一方面 为什么是艾奥尼 而且这个艾奥尼 并没有转脚 转脚猪头 对吧 因为这是一个门廊 它只有一面 它并不是从侧面观看的 因为它的侧面无助 所以这个时候它可以 其实 在整个古希腊时代 都没有找到艾奥尼注释 放在两岁核上 因为它的转角 如此的非标准 恰恰是趴拉迪奥 帮希腊人找到了 艾奥尼注释放在前廊的地方 发挥了它所有的几个素材 而不用改变它 符合了 阿尔伯尼所说的 你不只选择了一个要素 你在不伤害任何要素的 精巧性的前提下 实现了高贵巧妙的物质 对吧 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是从帕拉迪奥尼 艾奥尼注释 当我们希望表现注释的时候 才开始更广泛地应用在 古典的 有古典高速的建筑里面 但现在我们也知道 这种注释更适合放在什么地方 当它后排有第二排注释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评判一个 同样是使用相同比例的注释 我们可以评判这个建筑师的高下 我们可以知道这种行不够 那么在内部 它实现了 对万诚庙式的纪念性的大空间 在斯里亚建筑里面的产生 那它的前廊其实除了 除了像古希腊的建筑致敬 以及找到 阿尔伯尼建筑 最巧妙的用法以外 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作为一个施展 它内部的功能会导致 它的这个墙体开动 一定不那么优雅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穿帮图 这个是我在两本 沈克宁的书里面见到的 一本建筑类型学 和城市形态学 还有一本是 是不是现象学 我记得不特别清楚 都提到了这张图 那么其实这个是 我们发现 一旦我们拆掉这个前廊 这个基本的自由里面了 对吧 但我们希望 所以我教派题 会教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会教我的学员 要做好前廊 你就能保证功能了 对吧 但是 但你从外部看起来 它如此 你看不到任何自由 你看到是重规重矩的 古希腊式的 圈成 对吧 它的底层 这是一层 它的一层 是一层 但它真的做成了极座 它甚至没有骑墙 像之前的这个 腹底一样 只是凿毛而已 你发现它一旦 真的把它做成极座 然后把它做到楼梯下面 我不用凿毛了 对吧 因为它真的 但如果真的去评价 帕拉迪奥一生的 这个建筑成就的话 其实 就如维特科威尔 这是现代 现代主义以来 最伟大的理论家之一了 或许没有之一 那么它所总结出来的 我讲类型学的话 也会讲这个 我讲客户也会讲这个 我讲太多人 也会讲这个 甚至讲 讲朱塞培特兰尼 也会讲这个 所以我们会发现 它在这里面 起码有十二种型 园厅别墅 只是其中的一种 那么这十二种型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 这个马尔康塞培特兰尼 这个是勒科布西耶的 加歇别墅 科布西耶作为自己 四种建筑原型的 它的构固四则里面 被科布认为 是最难的一则构固 它的平面 完全就是 用了 拍拉雕的马尔康塞培特兰尼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 包括楼梯间的位置 中厅的位置 所有的表现 它唯一没有的是 这个前浪 但在这个前浪的位置 它做了一个室外的楼梯 打过的 虽然立面看起来 如此不同 但它属于相同的类似 那么 在这些割图里面 我们会发现 基本上 哈拉雕一生的 这个建筑平面 它都是一个 九宫格的形态 那么它这个九宫格 也开启了 我想现代主义 现代建筑史 会讲到的 德州奇景 就是以 以克林罗 海独克为首的 德州奇景 也就是现代空间 建筑教育 其实就是以 九宫格 作为开始 那包括 比九宫格更早的 我们能看到 路易斯康 路易斯康发现 万十庙如此伟大了 但是他发现 其实 帕拉迪奥的圆军别墅 如此像万十庙 比那个听而言 它最大的差别是 把万十庙厚重的墙体 结构掏空了 作为房间 康突然通过 帕拉迪奥 对万十庙的圈堂 解读出了一个 在现在非常有名的 一个建筑思想 叫小空间支撑大空间 有了服饰空间 和被服饰空间 所以小空间 开始支撑大空间 包括九宫格式的 这个构型 这个是康的 达卡议会中心 以及 问的这个吗 查尔斯克利安 问的这个吗 彼得埃森曼 都在同一条路上 走下去 但我们不知道 他会走多远 就如我们都知道 他是从什么时候 才开始追溯 一旦我们有足够的知识和知识 我们可以无修处地追溯下去 甚至追溯到人类学的源头 那么接下来我们 看一看帕拉迪奥的建筑思书里面 所讲的建筑理论 理论连续实际 是一个伟命题 是因为理论本身 就是在讨论的实际 它原本 无所为二分 帕拉迪奥讲到 古人的建筑方式 看起来在他们的作品中 他们如此精心地 将众多食材连接起来 以至于连接缝都难以分辨 他在说谁的话 阿尔伯地 对吧 所以 还记得吧 阿尔伯地是这么干的 其实帕拉迪奥也是这么干的 以至于出现了一段佳话 我们知道戈德 是启蒙运动之后的文学大师 戈德写了一本很有趣的书 叫《意大利游记》 他跑到意大利去旅游 他在之前一直很神往地 是希望去帕拉迪奥的建筑里面朝圣 他也确实见到了帕拉迪奥的建筑 并且朝圣 赞美 但直到他去到一个正在维修的 重修的帕拉迪奥的建筑的工地上 他的世界观毁了 他在那看到 只有圆柱的头和脚 以及拱顶是用雕塑过的石头砌成的 他原本以为帕拉迪奥 你看这个其实我刚才没提对吧 完全符合阿尔伯蒂说的独石纪念性 你能看到他的接缝在哪吗 但这一定是气柱的对吧 所以戈德因为他不懂航嘛 他一直认为就是整块的石头 哇他大理石的工艺太精美 他为什么会认为整个大理石 这个技术其实阿尔伯蒂已经解决了对吧 我不知道帕拉迪奥是不是找到了恒河的河沙 反正他是把大理石粉给抹灰 然后泡光干净了 所以他看起来非常的独立完整 结果终于戈德在一工地看到 而其他的部位我不说是砖气的 而是一种我没有见过的烧制的淘土气 雕花和盐本一部分红顶用的也是这种材料 整个建筑只用了少量的石灰结合 看起来像一个柱件 从此他就开始咒骂哈拉迪奥的建筑 因为他的建筑是真实的 他认为真实的东西只是因为他没烂门 或者说他没有被拆掉 回到那句话 好建筑都是怎么样的 有点像洗脑是吧 其实我有点矫枉过正 但只是因为之前的尺度 其实恰恰是戈德这一代 我讲现代主义奠基的时候 会继续骂这一代人 他们在哲学文学以及社会学 法学上面的贡献都非常的卓越 但是在细统运动时代 视觉艺术就是一场浩劫 这场浩劫波及最大的领域就是建筑学领域 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有了愚蠢的建筑师 只是讨论建筑的真实 而不讨论建筑的表达 我们还是多看看传承 阿尔伯利说 有说法认为主人的食材还处于粗料阶段 就实施气助 只是打磨顶部和顶部的连接处 对吧 他帕拉调怎么说的 帕拉调说 依我理解 首先他们只凭整食材相交接着面 而任其他面粗糙 然后将加工件的食材各归其位 接着 由于如此加工的食材的棱角后既顿且坚硬 这样在建筑的过程中 他们可以更轻易和频繁地搬运这些食材 是不是考虑到破坏机械破坏的机率 对吧 然后所以读这些理论怎么这么有趣 我觉得胜过读很多现当代的 以及有史以来的不知所云的东西 就这些事只要你心智健全就能理解 对吧 有很多理论会读得你心智不健全 食材不会有损坏的危险 因为无论台湘棱角加工的食或是锋利 都会使其脆弱并容易磋毁 他们把建筑建德粗糙或者说粗矿 完成这道工具 接着他们开始处理和打磨 砌出好的食材剩余的仍可见面 这个比二国地说的事多一条没有 少一条没有 不多不少更刚好 如果所有的理论都这么研习 我觉得聪明的建筑师会更多 但帕拉迪奥如果说他在那个时代做了什么突飞猛进的 但真的是够突飞猛进的 他提出了一个当时的整个建筑的概念里面 不可理喻让人无法理解的一个概念 他说在所有的颜色中没有比白色更适合神庙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不是画家 所以他特别痛恨画家在他的房子里面画画 但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天顶画壁画对吧 没有比白色更适合神庙 我们绝不能无视那些严肃的看起来激发我们对神圣的崇拜完美的作品 有点贵色是因为我试图翻译它 但我英文很差 所以在他提出以后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在帕拉迪奥名下建的神庙非常的少 我能找到其实这个 但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新建的建筑 我讲罗马分的时候讲过这个 这是一个加建的建筑 他一个是加建的一个前廊 对吧 另外一个工作他就做了这个室内 所以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我不知道 真的有记载的第一座白色神庙 但是我不知道尼布的金公是怎么样 因为既说金公是用白色的大律师 让阳光透过的时候他会精彩彩彩 所以在帕拉迪奥之后 人类历史上再次出现这样的教堂 已经追溯到二十世纪 中期了 帕拉迪奥在建筑四书里面提出了很多有趣的概念 比如说他讨论桥梁的建造 就像在维特鲁威的建筑史书里面也讨论桥梁的建造 但是帕拉迪奥并不只是讨论桥梁的建造 他一旦架起桥梁以后他发现他有了这个桥面以后 他提出所有的桥上面其实都可以带房子 紧接着就会有了这个 我们发现纪念性的建筑 对吧 罗马人也没这么干 罗马人做这个出水渠 这是水对吧 罗马人做的没有上面的纪念性建筑 希腊人做纪念性的建筑 但从来不出现在这 罗马人和文艺术先生都把它放在宫顶上 但很少有真的把它放在桥上 而桥恰恰是拱在欧洲发迹的地方 它能跨过水面 当然帕拉迪奥只是指出 在意大利的像维尼斯这种爱发水的地方可以做 做这种建筑 但是这个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人类历史上再次出现底层架峰 仍然追溯到各科普西亚 所以我们与其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的 又一位米开朗基罗 不如说它是又一位帕拉迪奥 它在静了帕拉迪奥 对静了水 那么我们再回顾它的帕拉迪奥母题 尽管不是它所发明 帕拉迪奥母题和它的助狼前狼 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个什么问题 帕拉迪奥母题使得它的建筑立面 立面的布置逻辑 可以跟建筑的结构逻辑拓开对吧 而这个模式使得它的立面逻辑 可以跟建筑的功能逻辑拓开 一旦立面跟结构和功能逻辑 都能拓开的时候 我们迎来了一个自由立面的时间 仍然由科普西也所建筑 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发现 当科普在它的多米诺体系里面 把这一排柱子退到建筑立面后面的时候 和帕拉迪奥在做这个 让结构和立面分离的工作 以及让它的功能退到助狼后面的工作 其实是一曲同样的 所以除了伯罗乃列斯基和米开朗基罗 除了那两座 凭了世界纪录的宫顶以外 整个文艺复兴的建筑 并没有追求更高更大更强更下任 在从阿尔伯地的起始的建筑师的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 都在讨论如何巧妙恰当地执行这些要素 但也相应的 两位建筑师其实在唯一复兴时期 全都星光璀璨 所以我们可以说唯一复兴的建筑 是长着一张罗马后裔的脸 因为意大利人原本就是罗马人的后裔 但是从他们的建筑操作里面 却怀着一颗雅典先贤的心 那么我们发现 其实讲到这儿 我们大致走马光发的 把文艺复兴的建筑过了一遍 但是有很多重要的文艺复兴的建筑问题 还没有讲 我会放到下一点 专门讲文艺复兴的艺术思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明天呀 美艺术思辨 谢谢大家 看我们 谢谢大家 点赞 有点赞 点赞 他 6点快7点 哇 我奖了 三个半奖